却因为孩子的消失 让这个家再没有了效果 你记得人家苦人不分离吗 我们两个人都现在一百多天了 真的是我为什么非常着急 他现在就是为了达到自己 他的爱是一种勇气的 他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 他就是我不知道他目的是什么 他现在拿孩子当中一个武器 这是我真的没办法容认 他们就是不肯说孩子在哪里 当天晚上我真的崩溃了 我不是为了报复谁 他已经最大的愿望 就是能见孩子一面 看到这样一个短片 说实话心里挺复杂的 孩子你到哪了 如果真的是孩子丢失了 那可能不是我们今天这一期节目 能够解决的问题 那应该去找公安局 但是更让我们难受的是 孩子在哪知道 就是见不到 为什么掌声有请这位父亲 多大年龄 我今年39岁 孩子在哪你知道吗 知道 在河北的邯郸 那怎么要问孩子在哪里呢 因为我的家现在江苏无锡 然后11月28号孩子放学的时候 孩子就被他们带到邯郸 到现在100多天吧 我基本上一直在为这个事情 在两地 甚至三地一直在奔波 孩子的监护人是你 或者是你太太对不对 对对对 可能是不知道是 出于他们爱孩子也好 还是什么也好 总之的孩子呢 就是他们认为 不能够离开他们 从无锡到邯郸 1000多公里吧 我跑了五趟 张先生说 为了能要回自己的孩子 他去父母老家跑了五趟 1000多公里从无锡到邯郸 张先生不辞辛苦 连夜奔波 张先生不明白 为何自己的亲生父母 会抢走自己的孩子 甚至把孩子藏起来 不让自己见呢 那么孩子的爷爷奶奶 抢走孩子的目的 究竟是为了什么 来推一下婆婆的话筒 您好 是你们打电话来参加我们节目的 对吗 对对 你们希望我们来解决什么问题啊 我们希望啊 我们希望就是救我孙子 儿子清醒 有人在害的 他都不知道在害的 我们也心疼儿子 心疼儿子 也心疼孙子 请问 这个孙子的监护人 应该是他对不对 对对 你们孩子能给他吗 现在不行 准备什么时候给他呢 三万小学给他 为什么 我儿子他现在精锐不正常 他心里不健康 那您是从法律上来说 应该是他们父母 自己带孩子 对吧 对对 这一点我认可 您认可就行 好的 谢谢 请坐 是你的亲生父母吧 包括律师也有法院 他们了解到一个情况之后 都会问您这个问题 您是他们亲生的儿子吗 对啊 因为我觉得 您的父亲说你精神有问题 那我觉得我们不会请一个精神有问题的人来做节目 希望我跟你交流 我觉得你精神挺正常的呀 那思路是不轻的 你们都看看我现在上去像个神经病吗 这个我肯定没有 您做什么职业的 我大学里学的是计算机 管理过公司 做过总经理 在投资公司 包括我现在去年刚刚成立了一个新的公司 做手机方面的应用开发 但是现在因为这个事情已经停滞了 是呀 可以说一无所有 什么都没有 突然有个肉体 我实在不明白两位老人 为什么非要认定孩子他爸是神经病 也就是说这件事对你来说是一个致命打击 没有孩子对你来说是神经病打击吗 当然 我现在唯一一个目的就是 我觉得我可以舍弃所有的东西 但是我一定要让孩子回到我身边 这是我现在要做的 张先生说自己刚刚开了一家公司 但是为了要孩子 他放弃了公司所有的业务 跟着孩子的妈妈一同来找孩子 他们不能理解 孩子的爷爷奶奶为何会把孩子抢走 甚至说等到小学毕业之后 才会把孩子还给自己 那么爷爷奶奶为何会突然做出如此极端的举动 抢孩子的那一天到底发生了什么 2013年的11月28号 那天发生了什么事 在学校的门口 我跟我爱人一起去接孩子 然后我父母也去接孩子 然后他们在学校门口把我给打了 为什么打你啊 那天其实我父母后来 他说我骂了他 我到现在我都可以认真地讲 我没有做过对他们有什么大不经的事情 和说过什么大不经的话 那我想问您当时总得有个原因吧 原因其实是这样的 就是本来呢 我已经在学校门口接儿子了 然后呢我妹妹给我打电话 说他们要来接 因为我妹妹在北京 她也感到无息 我就跟我父母说 我说我已经来接孩子了 你们就不要来接了 然后他们说 怎么我们不能见孩子吗 我说不是你不能见孩子 我说我已经来接了 然后他真的讲话讲得很难听 甚至他就说 你不要以为孩子就是你一个人的 真的我都不想在这讲很难听的 就是讲的这种话 然后在学校门口很多家长都在接嘛 然后我真的很火 我就说你不要在这里 我说你不要脸 孩子还要脸 变吧变吧 我们不要在孩子学校门口闹 其实我这句话有可能是死了他 他就说啊你说闹 那我们就不说话的 听他说 你看他下边 我一看他这个脾气起来 我真的不转身就想跑 然后他在后面就扯着我的衣服 后面扇我妈 扇了我很多很多巴掌 打了吗 打的就从后面扇我 打我脸打我头 打我很多巴掌 然后他就喊人 因为学校门口很多人 然后他就说 啊这是我的儿子 不让我看我的孙子啊 什么东西 我真的很很无奈的那种 就是我妈上打烟了 来才被信拿了 因为我当时要做的 就是不能让我儿子看到这一幕 因为小孩子他看到这一幕的话 我觉得对他以后成长 真的是会很不利的 而且包括孩子 同学都看到就拿这个来 取下孩子的话 我觉得对孩子真的很可怜 回忆起那一天 张先生说真的是心惊胆战 在学校门口 父母和妹妹居然公然跟自己抢孩子 为此父亲还动手打了自己 这让自己实在难以受 他不希望让孩子看到自己被打的一幕 但是他更不能原谅自己的事 那天孩子最终被父母带回了邯郸 这一别就是一百一天 说阿姨你们好 那这你们就直接把孩子带回邯郸了 因为我的岁子穷小孩给我长大 他离不开奶奶 不耐的气氛 一到学校门口 我儿子 见到我们老连国在那里 就开始迫不大骂 他从来不会骂人的 他骂我以后 我是打了他 我先打了一巴掌被打到 没打到 第二巴掌我打到他了 这是我从他生下来 我第一次打他 打过呀 超耳光 他前妻 他说他爱人 他爱人 现在还是你的爱人吗 你离婚了还是你的爱人吗 他的前妻 我看到车了 我就来车那走 你懂什么叫爱人吗 我 我不懂 我没说是我的妻子 我说是我的爱人 我不能说的 我爱你 不 停手 停手 不等一下 那个他离婚还可以复婚呢 可以 可以 对啊 我跟你讲 我到那车那以后 他领了孩子来 听到我随子来了 他给 孩子给你了 我不让了 情况就是这个情况 您当时说过这话吗 学校门口的监控 能够公然在学校门口 把孩子给强行带走 如果他们带走 老老实实在 让我们去见孩子 肯定不可能的 等一个欠起 就是这个药工体 之后 一共有五次 您回到了邯郸 对不对 然后当天就到邯郸 到邯郸之后 我们开了一夜的车 回来的路上 路上一晚上 基本上是我爱人在开车 开夜车 因为他觉得我 心悲 对 然后 但是他反复问我一个问题 他说 孩子 不会被他们藏起来吧 能不能见到孩子 把孩子带回来 我非常肯定地讲 我说 肯定不会藏起来 因为我 从我的了解 我真的觉得 他们没必要做这种事情 张先生觉得 毕竟是自己的亲生母 他们不可能绝情到 不让自己见孩子 但是 让张先生 万万没想到的是 当他们到了邯郸之后 事情却并不像想象的那么简单 父母说孩子可以带走 但是必须要答应他们一个 匪夷所思的条件 当时呢 他们很强势 很强硬 就是说 可以回去 孩子周一和周五跟他们 周日和周六跟我们 当时我就答应了 我行 周一到周五你们带 周六周日我们 我只是当时我都是答应的 答应之后 但是发生一个 什么情况 就是我回去之后 我爱人一直在宾馆里等我嘛 后来回到宾馆呢 我就跟你讲啊 我爱人呢 他就说 我的孩子 还要让他们来决定 我们有什么时候可以带 他这个媳妇啊 说说 你让别人练 后来他就问我 他孩子怎么样 其实我一开始没敢告他 他问了我很多 然后我后来 我就跟你讲失望 我说我没见到孩子 谁都没有见到孩子 从失望到绝望 虽然意料之中的事情 因为在这个时候 我家亲戚我也问了 都问说孩子在哪里 其实我父母他们就说 我不告诉孩子在哪里 孩子现在被我藏起来了 其实当我把这个 跟我爱人一讲的时候 他就崩溃了 然后呢 他就逼着我 跟我父母打电话 他说孩子我不要了 然后呢 趁我上厕所的时候 然后我爱人 在宾馆里就割弯了 这里手上深深地割了三刀 当时崩溃了 崩溃了 然后想也没想 就拿起一把刀 我随着携带的水果刀 就割弯了 我一出来流了海 就把我吓得不得了 然后我就赶快去拿 帮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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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他又要跳楼 当时我们住在12楼吧 他在那儿 是四楼 在这个时候呢 我就跟我母亲打电话 我去求她 我哭着求她 我说妈 你能不能答应 明天12点钟之前 让我们见一下孩子 我只想把这件事情安抚下去 然后我哥不断那个血管 我就使劲 他看见了 然后就把刀给抢走了 然后我真的哭着 跟我妈打电话 她都没有答应 她就一直说 她找什么事啊 惹什么事啊 我就说我真的 我妈求求你 你能不能答应 让我们明天12点钟的时候 见一下孩子 因为我如果得到 这个答复 我可以很好的去 当时会把我爱人的心情 给平复下来 来 阿姨您好 喂 您好 王方您好 孩子的妈妈 哥腕了 然后你们都没让他见孩子 哥腕啊 经常的事 经常哥腕 他就是有这个手段 是我儿子 是哥腕 我知道 那您为什么在这种情况下 都帮他见一下孩子呢 是 这太狠了点吧 谁不让他见 什么时候的 他提出来见孩子来吗 我在家里 不可以见孩子吗 当时那天孩子 确实是没在反弹 我可以这样说 孩子一轻轻都回去了 孩子就不到孩子去 我跟你这样讲 也就是说 孩子不愿意见父母 他就没有提出来 他怎么可能 那不符合常理啊 为什么不符合常理呢 这位父亲找你们 不就是想去见孩子吗 不是 绝对不是想去见孩子 那他是什么呢 他就是给闹 那他闹的原因是什么呢 不让见孩子喝玩 绝对不是这个事 王方 请我给你讲一下啊 他在家以后说了 不是 不是 妈 我是当事人 就是 我回去了 包括那天晚上 给您要孩子 难道 这个还有什么 有纠结和质疑的地方吗 不打扰 儿子 你妈叫你一声儿子 你叫我儿子 说真话 你妈给你养孩子 从一出生一样 到现在 你妈开始为你养孩子 妈妈 我没 您就没必要给他养 阿姨 您就没必要给他养 你干嘛给他养孩子呀 是我后悔了 后悔死了 那你把孩子给他 不就结束了吗 我一生扮了最大的措施 就是这个措施 这次我认识到 办错了 对办错了 他们爱孩子的方式 我真的不能够认同和理解 你知道吗 当时这个孩子呀 因为他那个媳妇 他要上学 生完孩子就给我丢到家了 一生完以后不到 第一天就给我们 第一天我就带了这个孩子 带错了 真带错了 真办错事了 他前期给他有 你为他爱他不 爱这个孩子不 你为他 你说这话吧 那他如果不爱的话 为什么会哭成那样啊 哎呀都是言心 演员 他们这样的都一定要追踪的 我认为任何一个母亲 不可能不爱自己的孩子 对正常是 正常是爱的 正常是爱的 你看孩子 他爸的表情都知道 他们可是亲的学员关系 如果他不爱这个孩子 您更应该让他自己带 他得自己学会爱啊 对当时不是这个情况吗 当时我真不该带错了 两位来停一下 现在呢我们有一位心理专家呢 正在和你的孙子交谈 他一定会问到说 你觉得你的妈妈爱你吗 你们觉得孙子不会回答 说妈妈不爱我呢 不 我估计说不会 你觉得孙子会怎么回答 可能是模拟两可 但是孙子对正的心理 是还是 爷爷奶奶 是 您觉得孩子会怎么说 说实话到现在这个地步 我不知道 如果孩子说爸爸妈妈很好 他们很爱我 我也很爱他们 你觉得孙子说的是真话吗 说的不是这话 为什么 为什么 因为他们对我的孙子 可以说 说的是很不好 我们现在问的是孙子不是问的他们 是是是 我孙子 不会说是很好的 我先生 是这样啊 我们的心理专家是第三方 我们全部录像都会录下来 我们不会说 启发孩子 你往这边说 往那边说 是是是 难道这个 真的不是要见孩子 那他隔万子是要干 隔什么的 他隔万子不是一次 他就是 要严险 我真的 相近四十岁了 我觉得我是当时 我 别着急啊 我发现你一着急 你说不清楚话 你这个 哎呀 就最给力的话 你全没说出来 来吧 这位女士 孩子的妈妈 你好 你好 我听得见 你一直在哭吧 现在好点 因为后来 听见孩子他爷爷说的那些话 我都笑的 为什么 就觉得 不耐的笑啊 那怎么样 是哭是哭不出来的 他说的 你以前经常割腕吗 我又不是神经病 你说谁手上张了一个刺 手指头都疼得要命 谁会拿着刀带 往自己的手腕上去花呢 您第一次是不是 是的 来 这位爷爷 您怎么说他以前经常割腕 动不动就割腕呢 叫他 叫他 他这个割脉呀 他不是一次了 因为他割过儿子呀 这么多年 将近九年吧 离婚的时候实际上就是八年 他跟我儿子 他像一样 像当到母地的时候 我儿子如果不定他 他就是割腕 您见到他之前还割过吗 割过黑多 你看他那个刀子 你喂喂他 他有一个月亮院刀子 月亮院刀子 后边带本 那个刀子相当快 他走到他 每次回到汉南 妈这样的 如果有人割腕的话 我想会 肯定会留疤的吧 是这样啊 这位母亲 您说他经常割 这是您的前面的话 我们帮您录下来了 然后到我真正问的时候 说经常吓唬人 没割 对吧 他这一次 最后这次 他是这割的吗 是啊 不用割 挑楼 爸 我觉得爸 您怎么可以这样学话呢 这位先生 那个 主持人 我觉得能不能这样吧 我觉得我们在这个 纠结这个问题呢 真的是 你别着急 来 这是第一次 回来四次对吧 周一的早晨 一早 因为我 我爱人那天晚上割腕的 一直大概到两三点钟 然后后来 我把他安抚下来以后呢 我就一直抱着他 我怕他再有什么过激的行为 到早晨七八点钟起来 醒了以后呢 我们两个就回到了无锡 本来我是想到了无锡之后 马上再喊 再返回来 我一个人回来 因为发生这种情况了 我不能再让他再 在邯郸了 第二次我回来之后呢 到了邯郸之后 我下了车 我就没有回家 我到了火车站的后车室 等着我想等天亮之后呢 跟我母亲约个地方去见面 这个时候我母亲给我打电话 让我回家 回到家之后呢 我就跟我母亲谈 我想求他 就是把孩子还给我 然后呢 他说他舍不得孩子 舍不得孩子 我说可以 您跟我一起回戏 像我父亲现在喊单 天下有点了 又下别了 咱们先分开一段时间 发生这么多冲突 先分开一段时间 他不同意 他就说 我现在跟你父亲 是夫妻两个 我们两个不能分开 那这个时候呢 我父亲他就说 给你两条路 一条路 放弃无锡 把父亲的房子卖掉 回邯郸 我什么时候跟你见过 我给你五天的时间 不打 我去无锡的电视台 上互联网 跟你闹 把这些事情 让大家去评理 酷说八蛋 然后就是发生 后来我很生气 然后我就自己 没跟我们母亲谈 我就自己就出去了 走了一圈 回来我再跟我们母亲谈 当我跟我们母亲谈 我们母亲谈就说 他说我现在头脑很乱 你不要跟我讲 然后我就跟他 也是求他 然后这时候 我父亲又跳出来了 我当时真的很无语 我就跟他发生一些冲突 冲突之后呢 他就把我 从家里推出来 那也就是说 这次你爸妈 也是来电视台 互联网 这件事来了 也是来 拜坏你名声来了 他们这样的 都意料之中的 反正这是 商店是他要求的 好 这是第二次 第三次 我就过了一个多礼拜 大概 是他跟我同学 把这件事情说 让我同学做我工作 那后来我想 时间可以化解一些 一些仇恨 或者什么东西 然后过了 大概一个多礼拜 我就让我同学来做工作 又第三次回去 坐火车回去 然后我同学就来接我 回家去看孩子 当我走到门口的时候 我父亲站在门口 他说 孩子现在状态不对 不能见 然后我同学再出来了 让我进去了 说孩子没事 见成了 那是第一次见 总归见到了 还是有点点欣慰的 那时候还是见母亲吗 当然很亲了 孩子从小跟你们一块长大吗 当时生下来我母亲 他就说他来养 其实这点确实是我错了 另外一个呢 也是我爱人的 当时呢 因为他生完孩子之后 又上了一个本科 所以呢 孩子其实跟你 并不是很近 不能这样讲 我觉得 这个就是说 不是说你没有这样 为什么不能这样讲呢 因为事实上 这个如果说是 母亲为了上一个本科 就把孩子的抚养义务 放弃 交给了自己父母 今天你不觉得是代价吗 我认为你现在应该 开始反省 而不是强调 你父母有多么残酷 他一直劝我 他说既然这样 孩子就跟他们吧 我们真的是没有办法 所以呢 当时我们就答应了 孩子跟他们 但是我只有提出一点 我就说能让孩子 寒暑假必须要跟我们 因为现在这样养孩子 不是说给他吃饱串呢 就可以了 那之后他们同意了吗 当时是同意的 但是他说 今年过年不行 我说 那就从明年暑假 所以呢 在这个时候 相安平静的 一直等到了 大概是1月28号 我打电话 就不让我儿子接电话了 也是那一句 孩子状态不行 不能接你的电话 当时我就意识到 不是那么简单 所以从那个时候 我觉得 我不能这样 我必须要把孩子带回来 所以说 年初八一上班 我就回到无锡 去到无锡 不连 这一次 张先生决心 要把孩子带回来 之前父母多番的表现 让他有些猜忌和担心 他认为 孩子此时是被父母囚禁了 甚至连一次 跟孩子通电话的机会 都被剥夺了 此时 已经是他第四次 跟父母要孩子了 后来你还去过一次 是什么时候 就是第五次 第五次 就是因为这个时候 没有办法了 我就不去复连 然后后来就找了一个律师 律师本来想跟我父母 去做一下工作 他们后来打一次电话 他就说 跟你父母能让我沟通 没有 霍律师 我主要是觉着 这不是法律关系上 非常清楚的一件事 怎么弄得这么复杂呀 可能儿子跟父亲之间 不想到这个队部 公堂闹到这么僵 可能还是居于面 其实我找不连 是因为我想跟我母亲 单独沟通 他都不会单独过沟通 我是没有办法的 按照常理呢 我们应该第一时间 就应该跟你的父母说 别人的孩子 你拿着凭什么呀 但是你别忘记 当你自己的孩子 你没拿着的时候 你交给人家了 你现在有点 人要孩子的意思 动不动 你把孩子拱手 留给了他们 让他们去培养感情 他们的感情 一定培养得很深 甚至我相信 孩子和你父母的感情 深的程度 甚至可能超出 你跟你爱人的程度 这我理解 仅仅看这件事情 他们做得很残酷 爸爸说的那句 那他不应该 隔半应该跳楼 这样的话 是非常不应该说出来的 作为老人的话 我非常有一点点 愤怒的意思 但是为什么 他会这么极端 往往两个极端的团伙 一定是因为 双方都施展了你们 超人就是过急的这种魔力 才导致了这个 对话的这样一种 听得下去的这种局面 所以说 就算你现在 表达得很平静 看上去很闻闻尔雅 看上去妈妈长 妈妈短 但是你不要忘记 我们能看得出来 就是说 不在这个现场做的时候 当你着急的时候 当你无助的时候 你也会做一些 过急的事情 这个是 大家应该真诚地 面对这个事 马老师 您猜马老师 跟您儿子交流完 是什么样的结果 您的爸爸妈妈 也可以猜一下这个问题 来请一下父母 就马先生老师 是我们这个节目 经验非常丰富的 一个心理专家 马老师这样一个 经验丰富的心理专家 出去了两次 两次 我觉得现在还不能揭秘 咱们等爸妈妈说 还在揭秘 请坐 胡老师 阿姨 曹老师 马老师 你好 你好 对 胡律师 我经常呢 看大家的节目 特别 对大家的节目 特别充分 这个阿姨 就在您回答我问题之前 我知道你们经常看我们节目 那我想 一个问题 刚才马建老师呢 跟您的孙子 进行了交流 他问了一个重要的问题 你想爸爸妈妈吗 那您觉得您的孙子 会怎么回答 会说 想 那然后呢 如果说 原来跟谁在一起 我想会 说 给这奶奶 好的 胡邓老师 这个我想给您一个艰巨的任务 马老师拿回来一个 让我很 惊讶的一个结果 但我现在还不能说 我认为呢 为了让这两位老人 非常之幸福 因为马老师其实拿到的东西 我认为现在够了 我想呢 您能不能再跟孩子交流一番 我们两位专家都来交流一下 我们看看孩子的性格到底是什么呀 好的 马老师 现在在爷爷奶奶说话之前 我想先请您公布一下 马老师一共去了两次啊 我们先公布一下第一次 当您回到现场 到这个机器之后 咱们俩进行了一番交流 您能把第一次跟孩子交流的话 说一下吗 第一次 第一次跟孩子交流呢 是特别顺畅的 问了孩子几个问题 一个是当天发生的事情 第二呢 就是跟爷爷奶奶的关系 同时第三个问题 问的是对爸爸妈妈的态度 孩子非常流利的说 无论到哪 都要带着爷爷奶奶 无论到哪里去 跟爷奶奶的关系是最亲的 那么对父母呢 是有想的 具体怎么个想法 他说在有的时候会想 比如说 在家长会的时候 爷爷会介绍 教育孙子的经验 他说在这个时候 如果是爸爸在场 也会更好 这是他的一个态度啊 好的 对于这些回答 您二位满意吗 满意 满意是吧 您满意吗 也满意 好 这个爷爷奶奶 我就特别想知道 你们为什么要 把这孙子不放 孩子是回家给了他 儿子 你介绍一下 我们怎么办出来的吧 我给你介绍一下 您说 我请节的时候 离回两个月 前期要回来 就是叫我妹回去看的 后来当时说了以后 老兔就不太高兴了 孩子奶奶 他现在说的这些话 我都不知道 我这个儿子 说实话 他一切嘴小谁 特别疼得打人 那您为什么搬出去了呢 我儿子念我 当天 我们老年后 没法了 我没抓到 我去过这来 下面火车掉 我老伴说 咋走吧 你又欠气 我确实是 不放心 是你撵出去的吗 没有 儿子说实话 对爸爸 我觉得这里边 有很多人 可能就是您认为 我是在碾您 还是说我事实上 就已经碾您了 或者我做了这样的动作 我觉得是当时发生了什么 当时发生了什么 您能讲吗 大家 随子出院 出院的时候 在住院的时候 随子当时肚子疼 我带的是随着到儿园 儿园医院 北京的 看着北京的 在咱们北京的 看着就是 有照照注意 没有什么比 嗯 可能就是叫我吃的 吃东西吃的 然后在北京 大概待了八天 我们就会到无锡 嗯 回到无锡以后 孩子还是疼 还是疼 我就说儿子 我儿子 我孩子必须就住院 所以您就是觉得心疼孙子了 对 出院以后 听我说 但是医生说 是不是心理性的疾病 痛痛 病了痛痛 就是 家里 你开一下 心理医生 这方面有意气的 孩子哪里有病啊 身体好的 健康的 活泼的 为什么不要说孩子有病呢 我带着随子 到无锡 无锡医院 看了一些心理科 就是因为我们 随子看了个病 回来就说 你们马上到 一天 一天也不能带 你给我儿子看病 你经过谁 劈队 你经过谁 经过我来没有 经过我劈队 你经过我劈队 同意了没有 你们马上走 马上走 当年晚上 我和老伴跑到无锡国人带 孩子的爷爷奶奶说 他们是被儿子赶走的 而赶自己的原因 就是因为给孙子看病 本来是好心给孙子看病 为何张先生却有如此强烈的反感呢 这让在场的主持人和专家感到不解 就周日的时候下雨 下雨等我回到家以后呢 他们都没在家 大概我等到五点钟回来了 回来之后呢 我问儿子 我说 横去哪里了 他说爷爷奶奶不让告诉叔 不让说 我就在下方上抱着儿子 我再慢慢问他 我说 爸爸不是告诉你了吗 以后成长中有任何事情 要告诉爸爸妈妈 对吧 我们会帮你具体问题 有这过程吗 我们一结梦 你们去带什么来 当时马上就说 我们去看病来 你马上就说 谁叫你们看病来 有什么医院 有这过程吗 儿子 说实话 不要说假话 然后呢 我问儿子 其实他刚开始没告诉我 就跟他说了很多 然后他告诉我 他说 我儿子说的一个医院 无锡的一个什么医院 跟我夫妻说的不是一个医院 但是呢 我儿子说的这个医院呢 其实他就是广告那种 看男科妇科的那种医院 我儿子观念他最大的 他说 你为我来的 你为我是什么医院 我为什么不告诉你 我怎么不告诉你 那你听完 我先讲完可以吗 然后我儿子说 爸妈 我觉得你如果说 我去来这种电视 去编这种医院 咱们就没办法去 这样吧 你别着急啊 其实这个过程 我们大概知道了 我儿子说 医生说我是典型的 多动症儿童 必须每天去做治疗 我当时心疼的不得了 我儿子说 爸爸我真的脑子有问题 而医生说 我大脑典型的发育不全 这哪个医生说的呀 我当时我跟我 我爸妈 你们走吧走吧 真的别在这里贴乱了 我真的我就这样 我能想象出 孩子他爸当时的心情 我想他肯定是急躁的受不了 因为当我问他们 他们不告诉我 我问我儿子 我劝了很久 我儿子才这样子 我爸当时一听 他就活起来 在屋里就跳起来 他就说 你个不孝顺的儿子 你以后要遭抱你的 张先生说 当时是父母带着孩子 看的精神科 这让他实在无法接受 他觉得自己的孩子 一直是一个活泼 开朗的孩子 父母的做法 实在有些不妥 而更让张先生 接受不了的是 父母带着自己儿子 去看病 一切都在隐瞒自己 您二位觉着 你们带孩子去看病 有可能告诉孩子 说别告诉你爸爸吗 您觉得您会操纵孩子吗 我不会 他们常常做的行为 自己都意识不到 你觉得爸爸妈妈 会操纵孩子吗 我主观上认为 他不是有意的 但是他可能会 就也许就像这样 他不让孩子告诉我 你看啊先生 别着急 这就是您性格的弱点 就您这个人吧 优柔寡断 就是 我非常 对对 就这点我非常 我跟你说 你明明觉得他们 操纵了孩子 你还不愿意说 你留着面子 有用吗 如果他真的果敢一点 果断一点 不会导致这么多 家庭矛盾的发生 关键是 我都跟您提示了 您就回答 是还是不是 然后您又说了 一场句话 您知不知道 您那些话 就导致了别人 不明白你到底怎么想的 我要是您今天 我就一句话 爸妈 感谢你们的养育之恩 之前也许我做错了 好 那现在我的孩子 我要带走 谢谢你们了 就行了 您那就永远 那么长一句话 然后导致我都没听懂 你说 所以你老婆 跟着你多不容易啊 来吧 他唠了一个 你老婆不是人 您休息一下 好吗 我儿子 不是这个样子 儿子说实话 他原来 待会儿媳妇给毁了 他从学了 我不能说是儿媳妇毁了 这个才不能说 我可以这样说 我有那能耐吗 你说我也不是打击 您直接回答我 您为什么认为 你这个儿媳妇 害了你儿子 第一 把我儿子 实验回来 我可以这样 叫我儿子 应该说是个 又能力 自己的孩子 他在飞进一些 致命器 到武器以后 在一个公司 挂财务的服务经理 后来当了重经理 一个公司的重经理 我儿子 他没有出去的时候 嗯 马上 我不挂他 又以为 去公司呢 他想了这些 我都觉得 这是什么呀 没有的事情 一定念地 没有这的 他都想象力 怎么想出 这么些东西来 而且他们想出的 他们很相信是真的 我就是我们前期啊 编导采访的一个提高 和你们的回答 我来读你们的回答 是还是不是 就可以了 好吧 儿子去年六月份离婚了 对吧 嗯 然后呢 说 现在儿子怎么了 你们的回答是 儿子疯了 为了儿媳 变得六亲不认 对吧 是你们的原话吧 嗯 这个从来没有的事情 这不已经离婚了吗 但是婚后 离婚后不到三个月 又回来了 对吗 有这事吗 你们认为 儿媳是想复婚吗 你们的回答说 不是 他想拆散 我们的家 对吧 对 是正常的父母 应该做的吗 对孩子的爱 另外呢 说你们觉得这个儿媳 是一个称职的母亲吗 你们回答是 不是 那你们觉得 儿媳和儿子之前的感情好吗 你们回答说 不好 经常吵架 最重要的一点 说儿媳告诉孙子 一件事 说 这个孩子 你不是你爸爸的儿子 对 我真的不知道 这是 也是因为这件事情 我决定要陪着孩子 他爸爸一起来上电视的 当时我睡着 可奶奶说 非要要求做妻子见顶 孙子提出来 对 他们真的脑子有毛病了 他就说 奶奶一直困绕着我一个婶 我说什么婶 你说吧 孩子 我跟你说奶奶 我又真说不出来 这个孩子说话 你以为他想 他说话 那个孩子 奶奶我真说不出来 我说你怎么说 什么事 还说不出来 他说 我真不认信 他就说 奶奶我真不认信 因为这个家庭 家庭里边 奶奶给他 爷爷姑姑 这三个人 对我太好太好了 可是终于一天 我可能离开这个家 后来问为什么 奶奶 我这个妻子见顶吧 这个地方 这个妻子 这些事情和这些话 是肯定是不是 我跟我爱人会交给孩子的 你从来没有的事情 我说为什么呀 他说我妈妈说 我不是我爸爸的孩子 他们到底为什么这样啊 来这位女士 你好 你好 你跟你儿子 说过这样的话吗 肯定没有 那孩子怎么会这样说呀 所以这也是 我担心的地方呀 真的是很精明 因为我看到这个 我就真 您从来没有 跟孩子这样说过吗 我肯定没有呀 在节目录制前 孩子的爷爷奶奶 给我们栏目组提供了一份电话录音 并且说 这是孩子亲口说出来的话 那么到底是怎样的一份录音呢 观察室中 孩子的父母 究竟会有怎样的反应 来我们听一下孩子的录音 我妈压根都被我爸好过 然后自从爸我生气了以后 他俩压根都没碰过 我压根都没一点关系 也就是说 并不是你们亲生的 你在干嘛 这是谁说的 这是马上说的 那你是谁的 你一个心 你一个心怀的 但孩子 你也就是谁 他不是奶奶的 他们别人合同 我爸以前 其实是有一个工作室办过 他俩就 成为自己打结婚 因为我爸爸是没钱 想要有钱 其实呢 马上就像我老公 就是一个心怀的 我爸跟我爸家 跟着没有半点关系 所以也就是说 我孙岩岩也不 我孙岩也不孙岩的 其实马上也不孙岩的好人 他就是 他们也那样 比如说 家如正在年 因为他们家很穷 我其实我是一个心怀的 刚听到这个消息 我也很大惊认色 我也很疑问 马上其实早就已经结过婚了 而我们也肯定是这个心怀的 因为我跟你们根本没有一点关系 说这个婚女人 天哪 你觉得这话 从你们的角度来讲 都不会有的呀 孩子怎么会说这种话呢 这个是孩子说出来的 说出来的 跟我们说出来的 要求做戏子监定 才叫他妈妈名字 对 我跟你说 我本来说这么感情 过得岁了 久不久的妈妈 那肯定是他们教的呀 他现在就是让孩子表演 这是我最最接受不了的呀 他拿孩子当作一个工具了呀 来 这位女士您好 听到这一段您什么感觉 我最大的感觉就是 孩子在什么情况下 能够说出这些话 这是我很担心和不能理解的 你知道吗 您从来没有跟孩子 说过这样的话吗 肯定没有 就是因为孩子 他爸告诉我 这段录音说 孩子都已经说出 不是他爸爸亲生这件事情 我才最终答应 我一定要陪着孩子 他爸爸来上这个电视节目 我想知道 你们认为孩子 不是你们亲生的吗 怎么可能 不不不 我没问你啊 这位女士您别着急 你们认为吗 我们不认为 需要我来帮你们找一个专家 做个亲子鉴定吗 不需要 如果我需要的话 对孩子心里边 气质多大呀 孩子一直 没能力就不错 那我认为他的妈妈 不可能跟他说这样的话呀 咱这样的话 你保险不如意 你废废 包括有我们的质疑 是不是我们叫个孩子 说的 孩子一百多天了 被他们关注成什么思想 包括上这个节目之前 你讲是这样去教育孩子 我给孩子 我什么时候跟你说的 孩子说 是在那个 在那个明珠上场 吃那个跟姓哈雷在那 说你马上跟他说 那是真 他的亲爸爸 是上海 我此时此刻呢 需要交代一个情节 大家来分析 我现在有点混乱了 刚才在 胡登老师 跟孩子做这个 心理测试的时候呢 我突发奇想 我就去到孩子那里 一定挺好啊 我说 宝贝 我是你爷爷 派来的 逆探 你爷爷让我问问你 刚才保密工作 做的如何 哎呀 差点上了 刚才那个土匪的道 说他 幸亏那个土匪 没有把我的真实想法套走 我总算是保住密了 你真的是我爷爷派来的 我说你问胡老师 胡老师说 看看胡老师 再看看我 怀疑的 把我耳朵拿过来 说你保证 不说出去吗 我说我保证 然后 说那个土匪回去之后 跟我爷爷说什么了没有 我说那个土匪 现在我还没见到他 说你呢 那我就放心了 那我就告诉你吧 我爷爷 不让我 把我妈 和我爷爷的事 哎呀 我还是不相信你 你甚至是我爷爷 他妈跟爷爷是一块了 你总是是一块了 于是 我就不想再问什么了 我就回到了这里 如果需要的话 我再去一趟 我能把细节问出来 我刚刚一直在怀疑一个问题 我们在家中啊 比如我给我女儿 也录很多录像 我特别想知道 刚才这录像 谁录下来的 我录下来 他录下来 你为什么要录下来 我可以这样 好 您直接回答我 当时的情况 录音的时候 孩子知道在录音吗 知道 我收集录的时候 这个录像的时候知道 那你是谁 谁给录的 我录的 您录的时候 您为什么要录这段话 我说 你说那 哪一段吧 哪一段 就刚才这一段 三个这段 孩子不知道 孩子不知道 录的时候 孩子不知道 我是用手机偷偷住的 您录下来的原因 是想干嘛 我就因为 就因为这个 儿子 儿媳妇 一直在说 这样给我闹 我以前 我没有这个习惯 我真没这个习惯 这次 孩子给我闹 就我儿子 开始给我闹 我就知道儿媳妇 他在当中调理 他这个事 我儿子说的话 而绝对不是他的背影 去加深孩子这样的印象 去强调这样孩子的印象 大家想换成任何一个人的孩子 你的儿子 你的女儿这样去生活 谁能接受 爷爷 您这思想工作做得不错呀 我绝对没有做 这个孩子完蛋 您可以为孩子 你们孩子说话 我刚问了孩子 我肯定 不能说做孩子 你想怎么 说什么 这是孩子的原话 胡老师做的 那可以 胡老师就在身边 而且我们已经都拍到了 我想如果我一个人出去 无法见证 你可以说 我叫他什么 我只是心疼马老师 被你孙子差点给毁了 马导 您听我说一下吧 这个孩子呀 为什么说他爷爷 跟他妈是一块 也就是一块的 他们是一块的 因为他跟我说这个事的时候 这个孩子就说 奶奶我跟你说 孩子要拿窗户垃拉上 要拿门关上 他说奶奶 姓汉林那个爸爸 说完一个黑纸 就这一个 就跟他 比接儿垫了一个垫一样 他就这一个 他说我交织的 有一个 姓汉林也有一个 所以这个孩子就 他妈给他讲了 他就特别相信 真的心情 因为我看到这个 我就真的 推一下这位先生的话筒 先生您好 您好 您觉得 你的前妻有可能这样说吗 没有 绝对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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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您认为孩子 以我们 三口 我爱上我儿子的 我以我个人人格 以我们三口之家的性命来说 不不不不 包括年龄 曾经有过这样的孩子的 七八岁的孩子 所以我就要问您了先生 您为什么 你太太离婚 这很重要 你的前妻在那个时候 如果她跟你的情绪 在非常激烈的过程中 她是有可能 有各种各样情况的 我跟我爱人离婚 其实很简单 主要原因呢 是一个家庭矛盾 其实就是说 不您就直接告诉我 有没有有人有外遇 没有绝对没有 你也没有吗 没有我可以打保证 因为我觉得 我在想 你的前妻一定是在一个崩溃的状态之下 有可能会说出 他选择远离这个家 暂时只是暂时 他有可能会说出很多很激动的话的 我是一个在原则方面很有原则的人 这点他绝对没有说过 你一直说您爱人 您爱人 您觉得还是您爱人吗 是我的爱人 你的爸爸说 因为这个女人已经把您的钱财 什么各种东西全弄空了 没有 其实来讲我这个家到现在 其实我爱人很简单 非常简单的一个女人 我们家到现在 从来的金钱他没有管过 都是我 包括我爱人 他只是一个简单的 过自己的生活 我们的一个小家 他从来包括我有多少钱 他都不知道 而且我爱人这么多年 他到底有多少钱 其实来讲都是 平时我给他的一些生活费 我爱人包括他参加工作以后 其实都是一个 他并不是为了挣钱来参加工作 我给我爱人了多少钱 我心里很清楚 那您的父母怎么会有这么大的借力啊 这个我不知道怎么会 哎 您听话 这个话呀 儿子们说这话 儿子 你给妈妈怎么讲的 你说这话吧 你说我哪些没学这话 你给妈妈 你离婚的那天 你给妈妈怎么讲的 你告诉我 我怎么讲的 你自己说怎么讲 你是6月24号告诉我说 马上我提出来离婚 你到苏州 求着爸爸妈妈妈 就是不让他给你离婚 那你知道为什么离婚吗 为什么呀 因为你 您知道吗 是啊 因为你妈什么呀 你给我说说吧 因为你妈说说 我现在不清楚的就在这 你说你妈 把这什么 就是叫你们离婚的事情 你说说 你说的意见 就行 这个 讲这个吧 我来讲 你讲吧 这个事实来讲的话 不能说是百分之百是你们 我可以讲是百分之八十是我的原因 百分之二是你们的原因 我们什么意思 讲吧 诱因是什么 其实是一种家庭的矛盾 其实我爱人 其实很早以前 他就是觉得 这个家庭 包括恒都出现了一些状况 两头管理 他其实很希望我们能够三口生活 其实爸妈 我那时候真的有这 爸妈 我很舍不得你 我也想 你的意思就是 你因为大度生活 被要抚慕 是吧 是这意思吧 现在讲可以 行 不是不要 爸妈 其实你们有个观点 我觉得是错在哪里 就是说 我不听懂您的话 并不是背叛您 那是 真的不是背叛 什么叫背叛的 我问你一句张瑞 你妈妈什么病你知道吗 高学生知道吗 那那您 高学生知道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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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学生在 协和医院一直开病 您在干嘛呢 您是她的丈夫 你给出她幸福吗 不是我问你 我问你 你知道吗 你知道我妈最幸福的 你来源于什么 我讲你 你知道我妈最幸福的 有可能是癌症的人 你知道吗 我给你讲了呀 爸我不想讲了 你想这样娶你妈 你对吗 我怎么娶我妈 你让我妈真正 你办这个事 办这个事 不娶你妈妈 我怎么娶我妈了 咱不是说办 你不要给她 好那别着急啊 这位先生 我想问一下 您觉得你们家有坏人 我认为 直接回答我 我老人说 是来报仇来了 到我叫报仇来了 报仇来了 这个女人到你这儿 报仇来了 对 报仇来了 呃呀 在这里我不想说 这个女人到你这儿 报仇来了 对 她跟他们家亲戚 是这么说的 报什么仇啊 呃呀 在这里我不想说 她最重要的 她是我儿子 违背她的意志 担忧她的 破坏了她的领一个 带号为707的 幸福生活 毛病啊 这年这个外号 你还念 她当年就被写了 她当年也外号707 当时是不是有一个707的这样的一个人 有的 小二子 我不愿不愿提她的名字 太 我也不知道 你首先 别别别 首先您经人同意了吗 看人写的东西啊 这个日记是我老婆留给我的呀 因为这个日记 是马上离给我的 离回走了 她离回走了 我到过去以后 我在我的床头 我里边 我一发发现 有三本东西 什么东西都闹走了 我说 我还说 我为什么离过这东西 我马上说 你太恶毒了 你又叫我 我整天 看我儿子后 他又在那叫 我离回来 我叫你看看 你儿子是什么东西 你离回来 全部带走 你为什么掉 这么臭臭的东西 你到底什么目的 你是非证改革的儿子吗 他离婚了 他故意把三本日记 放在床头柜里 放在我的床头柜里 放在您的床头柜里 而这个中间就写到了 您的儿子 非法占有了他的身体 毛病啊 对 包括以后 我儿子 全部 卡尔克尔之金 我儿子 这婚姻 把你 是怎么读过来的 怎么过来的 你看 他作为一个公共 怎么能说出这些话 您解释他这样说的儿子 就换成任何一个女人 会在这个家吗 为什么离婚 国人 投了什么小姐 他就说 马上是个油鸡皮的人 我很爱干净 投了这个小姐 油鸡皮是什么意思 我就套利这个 马上会父亲的老家 没有说过结果会 怎么可能呢 没有说过有儿子 我回娘家办婚室的 谁不知道呢 孩子带回去 在学校上当年四年 没有说过 这我爱人 就不成了结果会 怎么可能 我原来我不懂这些 我看了这个时机 我原来是这个 那也许真的是 您儿子强暴人家呢 强暴这些是 这是儿子不对 那我觉得 如果这是您的女儿呢 如果您的女儿 遭受了这样的委屈 怎么办呢 我对我儿子 在做这个事 我干得丢人 我没这样讲 可以说 足够北北 都是清清白白 在座法上没有委定 那你就应该多说 你儿子 你现在说的 都是你儿媳的不是呀 儿媳的意思是说 儿媳的就是我们说的 那个基督山伯爵 复仇记 对 终于迁入重点了 我是来复仇的 也就是说 这位父亲认为 当他看了 首先我认为不该看 看了这个儿媳的日记 他发现 当年如果儿媳的日记 写的准确的话 儿子算是有点强迫性的 跟儿媳有了这个关系 之后有了这个孩子 其实我爱人 他是个很传统的 为什么 他其实因为在这方面 他一直因为 女人的第一次 是应该在新婚之夜 所以他认为 儿媳写这些 就在这个日记里 充满了委屈 充满了 不只是委屈 是臭黑 好 我认为是委屈 然后呢 他认为儿媳 最后来到这个家里边 所有的事 都是在复仇 他觉得这个 这是一个复仇的女人 这个女人来的目的 就是让这个家支离破碎 对吗 是这样想的吗 对 爷爷奶奶认为 儿子和前儿媳之间 并没有感情 这次儿媳妇的复婚 完全是为了破坏这个家 因为在日记中 老两口看到 前儿媳的种种抱怨 他们万万不能让 前儿媳的介入 影响到孩子 所以他们抢走了孩子 但是对于老两口的说法 前儿媳委屈至极 他现在有太多的话 想到场上 跟老两口对峙 其实我跟你说 你有话要说是吗 来 叫他说说也好 好 那叫他说说 你有话要说吗 姑娘 好 这边 请坐 很漂亮的一个儿媳妇 前妻前妻 请问这些日记 是您写的吗 是我写的 没想到会让公公看了吧 这个是我真没想到的 你写的是事实吗 这上面的写的都是事实 但是因为我想在座的各位 可以考虑一下 我当时写这些的心情 因为那个时候 刚才孩子爷爷也说了 那个时候我是那个 那样的年龄 而且他既然说出了这些事情 那我就告诉一下大家 我当时的想法 因为他所谓的那个707 并不是为了隐藏一个代号 当时我已经跟孩子的爸爸 在同一个公司上班了 那个所谓的707 是同一个楼层 我们办公室的门牌号 叫707 我并不是知道 那个男孩子叫什么 因为我当时是在公司 做一些杂物的事情 经常下楼去给公司人员买饭 他们那个公司的人 都是全体下去吃饭的 这样就认识了 觉得一个小女孩 怎么没见过来这个人 后来因为那个男孩子 可能是外地的 然后大家就在一起认识了 后来就找我聊天说话 我一直不知道人家叫什么 所以就代号写上了707 那个时候 孩子他爸的一些同事发现了 他就说 这个小女孩别被骗了 一个人在无息生活 这件事情孩子他爸也知道了 后来就是他 借着别人 他来劝我的情况 就是帮助我一下 后来我们就接触得多了 私下里 那天晚上 发生的第一次 说实话 是我确实不愿意的 这点我承认 可能就是我日记里写的 人的悲伤情况下 肯定会写一写 比较夸张 因为这些事情 我连我所有家人 我朋友 我那时候没有朋友的 我只能在日记里这样写 因为当时发生的时候 我才18岁嘛 发生的事情 第二天我没有去上班 我就躲避着他 后来我觉得 当时我先生说实话 他是个很负责任的人 他就觉得 因为我们俩 并没有说像 别人一样 谈过很长时间的恋爱 然后他就觉得 他要对我负责 我当时 那个第一次的情况下 我并没有怀孕 后来他就觉得 他说要带我回北京 然后他就让我搬过去 别一个人住在 那么破晓的房子里 就过去跟他一起住 当时我就觉得 人挺傻的 就没想太多 就觉得就跟了这个人 在同居 两个月到三个月的时候 我发现自己怀孕了 那是五一的时候 在医院里检查之后 他第一想要 他说我也带回去 给我妈妈 然后那个是我 第一次回他们家 其实他们当时 是很欢迎我的 对我也挺好 这点我不否认 而且像刚才爷爷 讲了那些 后来我上大学的事情 说实话 这个代价确实蛮惨痛的 跟他同居之前 当时我自己 已经高副班读完了 而且我接到大学的 入职通知书了 那会儿 我是本来打算 就要去上大学的人 我先生挺离接我 而且孩子的爷爷奶奶 确实挺支持我的 说你还小 确实应该读个书 因为孩子的爸爸 是本科生 孩子的姑姑也是研究生 我觉得自己还那么小 要去上学 当时真的没想太多 孩子就留给 在家里给两位老人带了 带的时候 我寒暑假 我每年都会回去陪孩子的 说实话 那些当中 是相处的 孩子都是蛮好的 直到后来大学毕业 孩子四岁 四岁那时候 正好转过来上中班 然后我婆婆也同意了 就过来一起生活 就是后来生活的当中 点点滴滴 我发现了好多事情 就是 比我预想当中的 复杂的多 就是没有一个感情基础 在那里去沟通和生活 包括孩子 包括孩子的奶奶 刚才有一点 孩子奶奶就是强调过 这些年我跟她婆媳 关系一直很好 没吵过家 其实她有一点 不知道为什么 我这个人就是 有点偏男方的性格 我很信你 我看到很多 我会观察到 好多戏巧的事情 我都很在意 但是很在意 我一开始就跟孩子爸爸说 他就觉得不信任我 他第一个反应 是不信任我 他就觉得 你干嘛 就是挑我妈的事 他就是 挑我妈的事 对对 就是这么说 然后我就觉得 我第一次 我就很哭很生气的 而且他就觉得不相信我 后来包括很多事情 都是 我想象这种太坏的 他说了那一年 孩子的奶奶说 突然之间 就生活了两个月 被撵回去了 可能他没有说 是什么事情 那你讲讲什么事情 当时 我在台下听了听 孩子爷爷说了 好多什么公司的事情 那都是没有的 然后他确实 后来做得蛮好的时候 帮他被一个公司 应聘到当总经理的位置 那个时候 我说实话 孩子他爸在事业方面 是蛮有头脑 很聪明的一个人 他那段时间 也做得很好 把一个公司 从创立 做到两年之后 盈利润都可以用五百万的 就是那个公司 小公司了 我觉得他蛮厉害的 那个时候 我们家过得蛮好的 我个人觉得 那个时候 我先生有一种 膨胀的心理 那个时候 我还没有工作的 包括逢年过节 他的属下和客户 都会送来东西的时候 孩子的奶奶 无意当中会觉得 可能会觉得 他儿子蛮棒的 就蛮好的 那个时候 无心当中 心里会有一些想法 可能会觉得 前期我没上班 可能这是我的猜测 然后到后来 就是我先生那会儿 应酬也多 在外面的时间 确实很多 然后那段时间 我发现 我跟他就是 我向他求助 无门的时候 然后我就心里 真的是有点 开始有些 无法承受了 其实问题就在哪里 我就发现 平时我教育孩子的时候 比如说孩子 小男孩嘛 一段时间 一个毛病 比如说有一段时间 说脏话什么 你总共要制止的 可能当时我是严厉地承认 孩子第一次来无息的时候 我有点急躁 因为发现 我的代价就是 孩子跟着养育自己的人 感情很亲近 我发现那时候 我承认我有点着急 我就对他 有时候说话 有点严厉 我可能也没注意到 孩子就会有自然的 就是逃避 就偏向到奶奶那边 你就不平衡了 对 有点不平衡 我认为的 在教育孩子的时候 如果家庭 大人之间发生矛盾 可以私下理说 完全没必要 当着孩子 我孩子 很聪明 很活泼 想的也很多 在我认为 他是个情商很高的一个人 他很能察言观色 比如说 我在批评他的时候 孩子的奶奶 十次就有九次半 就是很明显地 跟我们是反对意见 就是说 什么什么的 孩子就会有一种 就很开心 就是奶奶保护他的 那种感觉 我是可以很负责 就是说 几乎每次都都 发生这样的事情 后来终于有一天 孩子的奶奶和孩子 吃完饭 先下去完了 我跟孩子 他爸在沟通 这件事情的时候 我又说起 而且我是哭着说的 他那天 我不知道是怎么了 就是有一个 很惊人的举动 然后就骂我 开始吵架 当时有那种 很塑料的小凳子 他拿起来 就往自己的头上 砸了一下 我当时害怕极了 我第一反应 我是害怕 我吓住了 然后碗也摔碎了 然后那个凳子 破了那么大一个口 我很害怕 就是因为这个事情 那个凳子 我想扔掉 后来就没扔掉 这个事情 让孩子的奶奶 发现了 他就开始觉得 就是我和孩子的爸爸 感情很不好 而且我又不工作 就觉得他儿子 很受伤了 在我做了 什么坏事的情况下 他儿子可以这样 伤害自己 然后后来就是 我第一个反应 我就是除了害怕 当时候就是 孩子他爸 也就一气之下 说了好多 就是说 不想跟我过了 这些的话 但是我知道 他是这种急脾气 过了两天之后 那个害怕的心情 贫富了之后 我们就是 又像没发生过一样 可能就是 还是像正常的生活 可是这件事情 孩子奶奶很介意了 就是终于就是 介入进来了 然后后来 这个事情就闹到 真正的让我离婚了 离婚有一个 很关键的细节 我想孩子奶奶 你也在场 可能也不会否认 您当时是 逼着我去和孩子的爸爸 做房产公证 让我进身处 当时我们家还没有车子 就是唯一的财产 就是一个房子 因为结婚的时候 孩子他爸爸在我 房产证上加了我的名字 然后后来 当时这个事情 孩子他爸爸 很不能接受的 当时的马女士 万万没想到 婆婆会劝自己 和丈夫离婚 而且要求自己 净身出户 她不明白 自己在这个家里 究竟做错了什么 她更不明白 作为老人 婆婆不但不想着 维护这个家 而是努力地 想拆散这个家 这让她实在不能理解 在马女士看来 离婚这个词 像针扎一样 深深地刺痛着她的心 那段时间 我说实话 我是农村出生的 我的观点是 离婚的女人 都不是好女人 肯定是自己做错了 我第一反应 我刚大学毕业 我还没有跟儿子 真正地生活 我不能离婚 我真的很害怕 但是我选择了逃 我逃回娘家 过了一个多月 不过后来 我先生去接我 回来的时候 都没有跟我跟我妈妈 说一句对不起 我其实想想 那个时候 我不知道自己做错了什么 我可能就是 发现孩子之间的 教育方式有问题 跟我婆婆有了 私底下的矛盾 我没有跟婆婆吵 而跟她爸爸说的时候 没办法沟通 她不选择相信我 然后我就觉得 我做到的不好的地方 可能就是在她面前 说了她妈妈 太多不好的话 可是也不至于 真的离婚 而且非常让我 精神出户这个地步 终于过了一个月 可能觉得 那个段时间孩子 已经被奶奶给带走了 就觉得不能这样过下去了 就是带走的时光下 我很无奈的 因为去那个 办退学的时候 是我办的 我抱着那个小辈子的时候 这真的很难过 我不知道事情发生 在那一刻 我第一个反应就害怕 后来就开始自责 我不知道自己做到哪里了 说到这儿 马女士十分的委屈 她真的不明白 自己到底做错了哪里 但是面对婆婆的压力 和丈夫的不信任 马女士只能选择 离开这个家 但是她的离婚 是不情愿的 因为在这个家里 还有一个可爱的儿子 我说实话 我之所以逃离这个家庭 我真的是受不了 我在这里就是想 说一下我自己的真实感受 我离婚 不是因为我有外遇 和我先生有外遇 也更没有过 什么就是他们说的 那样的事情 真的是我受不了 包括到 后来又发生的这些事情 点点滴滴 我可能在这里 一下子说不完 总共又让我 就是实在无法忍受的事情 我离婚并没有想过 真的离开过孩子 和孩子爸爸 后来我发现孩子生病 到后来等等一些事情 我干脆就在无锡 租一个房子住 我就是想为了 他们离得近一点 因为我当时想的就是 我毕竟是一个外人 我跟他们可能 有不可调和的矛盾 我先离开一段 孩子总共 要可以跟爸爸 爷爷奶奶 他们是一家人 我当时真的想的太简单了 可是后来我发现 我被迫离开这个家的时候 他们竟然也让孩子 跟父亲不能在一起的时候 这就是我不能接受了 后来那天 其实学校那天发生的事情 对我和孩子爸爸来说 太突然了 真的太突然 我那天第一次想到的就是说 孩子爷奶奶不在家搬出去住了 你一个人肯定带不了孩子 所以我得回去 我们就刚到学校门口 就突然发生了一刹那 就看到孩子的姑姑 先过来挡住我的车子 然后就看到孩子爷奶奶 我还都还没来得及反应 后来我就 他们就开始打砸我的车子 就打电话向我先生求助的时候 后来孩子被带走 其实这个事情 也是后来我没办法 轻易就原谅孩子爸爸的事情 孩子说的可能对 为什么不去追 其实我当时被锁在车子里 我说如果被追坏了 可能不会发生了三个多月来 这些事情 没有 其实我就想维护着一个大家 包括孩子他爸跟他自己的 爷爷奶奶闹得这么多 可是孩子他爸 当时单纯地就以为 没事的 没事的 明天星期五 他们肯定会送孩子上学 他一直安慰我 但是我说白了 我为什么走到离婚这一步 我真的看得清 我一个旁观者 我跳出来 我看得清他们 会做什么样的事情 我说肯定不会的 肯定会代替的 他一直不相信我 马女士说 自己多次跟丈夫说 赶紧要回孩子 但是丈夫坚称 父母不可能如此无情 正是因为丈夫的这种信任 他们现在111天 没有看见儿子一面 为此马女士每日以泪洗面 但无论怎么哀求 老两口都不肯让孩子露面 甚至不肯让他们和孩子通一个电话 五次的荀子之路 如今让马女士精疲力尽 最终马女士选择了自杀 还有一个隔腕的事情 我想澄清一下 我可以用心理专家 给我做单本的测试 可以证明我到底是不是个神经病 如果我不是 那么我肯定不会动不动 就想拿自己的刀 去吓唬自己的丈夫和孩子 而且就是说 为了要吓唬我这要先什么 后来发生的 我就觉得孩子的爸爸 不比我好过到哪里 因为他面对的是他自己的亲生父母 他更多的是无奈 他想了更多的事情 他就觉得 我说白了 其实来这个节目和到法院立案之前 我已经想的事情 我都把钱筹齐了 我们直接带走孩子 你知道那个时候已经第五次回来 孩子的爸爸还在想什么 这样不行的 强行带走孩子 孩子的爷爷奶奶 以后回来闹离不开 他还在想这些 你知道我就认为他太软弱了 面对他家人的时候真的太软弱 说白了 不管从情意上来说 还是怎么样 我们是孩子的父母 尽管我离婚了 我们是可以随时带走孩子的 但是我先生真的他想的太多了 我不得不顾虑他 他说实话 他在我们家整个年都没过好 他很崩溃的 好 这位婆婆您怎么想 我问你妈 你说的是真话吧 真话 是的 我们来这里了 我没有必要撒谎 是 妈咱们 我问你妈咱们 你先说那个凳子 是张伟砸你头上来 砸他自己的头上 我没说砸我的头上 你说张伟自己砸了 你听说我 整个一个脚 是 他说了砸了 砸了他那个 你儿子的自己脑袋伤 是的 你打一会儿听一听 我儿子是不是个傻子 当时突然砸了 他凳子都坏了 不是 那两个人吵架的是 不个事 你说叫你爽巴 警人说我谁见你 你婆婆别离回来吗 我说 我怎么说你呢 是吧 一般我说你两句 你姐在家 姐我没家吧 现在不能说姐在家 姐我没家 当时姐我没家的时候 怀孕了 儿子打电话来 怎么认识你 我除了半年 怀孕了在一块 我是觉得呀 对 听完这段话呢 我觉得咱们没有必要 再深究那些细节了 不深究王岛 我认为不要再说细节了 我基本上认定 这个女人不管当初 有没有跟她老公 瞧起瞧不起呀 有一些摩擦呀 洁癖呀 这些东西 这是两个人的事 其实在过日子过程当中 由不爱到过得爱了 有爱到过得不爱了 有过爱 有爱到不爱 不爱又爱 爱了又不爱 这个不是不是你们的事 是你儿子跟他的事 你们要是真的心疼这个儿子 我认为你们今天应该停止 对这件事情的这种复杂的理解了 知道吧 我跟你今天孙子聊了六七四话了 我很震惊 我很震惊 请二位记住了 我很震惊 我非常能理解 你们为了达到自己一个爱孙子的目的 你们很爱这个孙子 你们也不想让这个家直离破碎 你们误以为这个女人 只要跟你儿子在一起 就会让这个家直离破碎 于是你们在孙子身上 做了太多的文章 你们爱她我不否认 但是说实在的 你们该到了 把人家的孩子还给人家的时候了 就算你们小的时候 对这个孩子再好 那是他们小的时候 曾经犯下的错误 他们不该为了自己的 所谓一点学历 在这个场上 心理专家经常告诉我们 很多年轻人不懂 我都不懂 我跟我儿子小的时候 就没有在一起 我很难受 我很内疚 一样 你们获得了这样一个 基本的这样一个情感培养 那对于今天 孩子能和你们 有这么个情感 那对于你们 你们已经应该知足了 今天我认为 什么都不要再说了 他愿意跟你儿子 好好过日子 他离婚 愿意复婚也好 不复婚也好 跟你们没什么关系 所以说我认为 两位长者 我很开心 你们喜欢我们的节目 称呼我们的名字 就会称呼一个邻居 那么熟悉 但是我现在说 绝不是不像着你们 是我现在说 你们这样做 才是真正的帮助你们家 解决了老大男问题 你们要再这么纠结下去 你儿子崩溃了 你孙子崩溃了 他妈崩溃了 你们自己也崩溃了 何其苦来着 这两位老人呢 其实非常理解你们 谁给带孩子 我觉得都很辛苦 非常理解 我也认为 这个女孩子 在过去的日子里 有很多选择性错误 谁让你当时放弃 这种抚养的 这种权利和义务的 所以 代价 代价 您的二位先休息一下 我想跟您儿子单独聊一下 好不好 好吧 这边 请一下小伙子 您认为您的前妻 刚才说的都有道理吗 基本上是实话吧 都是实话 都是实话 您当时那种情况下 跟人在一起的 不是不是不是 这不是 就是大家可能有理解 不不不 这点我觉得 都敢承认你怕什么呀 这个怎么讲 我觉得是这样 因为有些细节来讲 就是大家都应该做媒体 我是这么想 就是他当时 他是一个18岁的 一个女孩子 对 他那种心情下 写下来的 其实我爱人是一个想法 他是个非常传统的人 非常传统 因为女孩子 当时你太开放了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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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会儿先生 您现在左一个我爱人 又一个我爱人 您准备复婚吗 当然了 其实我们 那你离什么离呀 你这不是 浪费国家民就不资源吗 您可以看到 我觉得 欢迎任何一个女人 有孩子的 她摊到这样的家庭 真的很难 如果我是我爱人的话 我不会回到这个家 但我爱人 她真的是因为 她割舍不掉很多东西 你认为你很爱她吗 我真的很爱我爱人 那你为什么要跟她离婚呢 当时这种情况下 从我的角度来讲 我没有认为是离婚 只是说我爱人 她就离开这个家 我从来没有想过 跟我爱人 是真正的分开 不是 她这是离婚不离家 就是离了婚 她爹妈能好受一点 你告诉你妈 说离了就完了 你干嘛非得去 她妈要看这儿啊 不不不 有一点 我爱人 她承受不到这儿 她只想了很多 当她这是要离婚的时候 她会坚决地做这件事 我告诉您啊先生 当时呀 您也别在这儿硬撑着 你们肯定是有问题 有矛盾的 对对对 然后呢 只不过现在 由于你父母这情况 你们俩高度统一战线了 这个绝对是有这个心理动因的 而且你爱人曾经对你 也不是没失望过 对 后来发现你越来越 就是因为这样看 你婚的吗 是这样 您那肯定是曾经呢 有过一段时间 生意还不错 稍微有点小得瑟 都有都有 你王维念老师都得瑟二多年了 刚回来点 能不能不拿我举例子呢 你有误解 也就是说 我们不管过去了 但离婚之后 你会发现 其实你们是分不开的 对不对 我从来就没有想过 我爱人里分开 好 那你有没有跟你妈妈讲清楚 我可以差一句话吗 当然 我认识他们是十年多了 跟他们生活在一起九年多了 我看到的和听到的 他们家人无法正常沟通的 就是讲到几句就开始着急 呜呜呜呜呜 就是这样说 就是彼此都不听谁的 而且都是抢着说 尤其是他 孩子爷爷奶奶两人一再起的时候 包括他还有一个女儿 过年聊起了一些正常的话题的时候 你常常聊着聊着 就开始声音听起来 像争吵 其实他们就是在聊天 聊不清楚的 尤其是性格的原因 我其实现在越来越发现 孩子的爸爸有点挺像 偏向孩子的爷爷 有点像那个性格 也有点 后来让我有点后怕了 就怎么跟他沟通 就是 可能当他也看到 他越焦急 他越说不出来 他们家人都有一个 这样的天然 就是我感觉的 其实我跟我母亲沟通的 他一直沟通不到位 其实为什么呢 这里边有很多误会 大概跟我母亲说了 有很多年 我就跟他一直讲 因为我母亲呢 他就是这样 他就是这样 你不听他的 就是背叛了他 他就会 我其实一直背负他 压力 是的 在生活 不听他就是不孝 然后他就说你不孝 然后背叛了他 白耳朗 其实我 很多年前 我就跟我母亲 讲了一个道理 我说妈 其实来讲 我说当我没有结婚的时候 任何一件事情 我会百分之百考虑你的感受 这个结果 肯定是你愿意的 我当我都有了妻子以后 一个事情 我会考虑两个人的感受了 就这个结果 可能是你 百分之五十 是考虑你愿意的 还有百分之五十 我要考虑我爱人的 其实我有个最大的错误 我总想大家都好 那你到现在为止 你妈跟你老婆掉盒里 你救谁 这个问题 就是他们不可能一起掉一个盒里 不是 他们就 他们就让我 你给放到一个盒里了 你救一个 我救一个 我相信你 这个问题 你救一个 你估计我救谁 回答 你可能救我爱人 我救我妈 他您救下来爱人 不是 这是我开玩笑的 我开玩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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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时就这样 他救他妈去了 我救你 现在是这种情况 因为我觉得你可能不会救我妈 那可不一定 王老师都说了 全中国的中老年妇女都被我救了 谁叫你救我都救 后来我再跟我妈继续讲 包括我就说 当我有了儿子之后呢 一件事情的话 我会考虑三个人的感受 其实也许您根本就不知道 你骨子里的很多性格东西 的确被你父母常年 这种东西 性格上的东西 遗传了一些 包括您的表达问题的能力 您看在 其实我 我常年做这样的节目 为什么您的 这位前妻 他讲话 我一直没有打断他一句 一直在听他讲 半个废话 半个字的废话都没有 对 所以我就觉得您确实要调整自己的这种说话方式 而你们家的人都是这样的说话方式 绕的绕的绕的就误会了 你们全是这样 我们都属于直来直去 您的可能是属于绕圈的 所以今天我们来解决这个问题 我特别希望今天我们解决两个问题 先生 首先 在您前妻在场的前提之下 我们要解决一个孩子的问题 好吧 第一 第二 在这个前妻下场之后 我希望解决你后 你父母的问题 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就是你们起码能够和平共处 理解我的意思吗 好 那现在在这个情况之下呢 我特别想提醒您 现在呢 你的爸爸妈妈 他设为了假想敌 是否在场上 谈话的过程中 您不要过多的提到他 你明白我的意思吧 就是我们不激化矛盾 今天来这是解决问题的 咱们先解决第一件事 您理解了吗 好 来请一下爸妈妈 您 我想是这样的 因为 请坐 给我几分钟时间可以吗 因为 走到这一步 其实来讲的话 从我来讲呢 我觉得我们这个家庭呢 以后还是一个家庭 所以刚才呢 有几点呢 我想 稍微解释一下 就我跟我爱人 我们两个人 是真正是心爱的 好 第二点就是来讲 我跟他 我们两个在一起 没有任何的 他们理解的那些东西 因为当时我爱人 为什么我跟他在一起 他实际上 他在公司的时候 就因为后来 发生一件事情 他就是三天三夜 没吃东西 晕倒了 晕倒了之后呢 我把他送到了医院 然后 他在那个地方 不太方便住了 然后我就让他 展现我的房间里 因为我跟一个朋友 一起住了两个房间 然后呢 一只狗 把我的书撕破之后 他的一个日记 被我看到里面 就提到了我 当时呢 有些好感 所以呢 我就觉得 这个小女孩 从那时候 我开始注意到她了 所以呢 我们两个人 在一起的时候 其实她是我大学的 一个班长 介绍过来的 我跟我这个人 做事情之前 我都会跟别人 去讲 当然 而且那时候 就是我们俩 他有的时候 也会有更多的交流 他有的时候 让我们帮他去换个 电灯泡啊 什么东西 会都打电话跟我 所以我那时候 就跟我班长讲 我说我想照顾他 跟他在一起 然后呢 从那个时候 然后我们两个 在一起 有一次我带着他 去无需的 运河边 然后他的手机 和那个公交卡 都被小兔给偷走了 他就很哭 趴在我肩上哭 从那时候开始 我就觉得 我真的 我觉得我想照顾他了 那天晚上 其实因为我爱人 他很传统 其实有一天 就是我到他那里 之后呢 就是很晚了 我说我就不回去了 把我留下了嘛 所以就是 那是我们两个的 第一次 但是他这种 从他的角度来讲啊 他其实 我们两个结婚的 新婚业 他那天晚上 直接前面哭了 哭了他就说 我真的 幻想了很多一个 女孩子一个童话 他说我真的 应该是 原来想想 是把 是把自己 最宝贝的给了你 他其实 一个女孩子 一个这方面的 一个心理的想法 如果我父母 在这方面 如果对他有误会的话 就这种情节 要解开 所以我想问你一句 你的爸爸妈妈 是很相爱的那种吗 这个事情 我觉得妈 您来讲吧 我跟你父亲 这也有吵架 大家最亲密 我没有背叛你爸爸 我没有给你爸爸离婚 您认为离婚是背叛 离婚就是背叛吗 那我父亲 有没有背叛过您呢 你说呢 你说吧 我就说吧 您觉得呢 最亲密我没有给你爸爸 讲过你 不是你爸的孩子 我 我可以听没有外遇 好 那我们先来说这件事 这位先生 这位公公啊 刚才您说 咱们一件事一件事来讲 您录的那段话 我听上去很震撼 那我就问胡登老师 这有可能是这孩子 这妈妈说的吗 胡登老师 这也现在不好看 于是王导 就去跟这个小孩 作为这个爷爷的密探 单独交流 我们先来揭秘 这段话 到底孩子是 什么情况 要说这种话的 孩子说 我这么小的年龄 我就啥就得想 我就想 我妈是不是这个意思呢 于是我就跟我奶奶 说了一段话 但是我奶奶呢 她就没有全听我的话 她那个录的那个话呢 我不知道是什么话 反正 这个话肯定不是我妈说的 是我想出来的 我就想着 我妈是不是 于是 我也不知道 反正是 我就 我就这么说了 但是我奶奶肯定理解差了 但是这事 你就不要再问我了 我就去吃饭了 这是原话 我只能一字不落地 交代给大家 这位母亲 一定要这句话 不好意思 对不起 没关系 非常理解 我现在无法控制了 就是因为 孩子大爸后来告诉我说 孩子说过这样的话 因为我一开始是极其不愿意 和我家人也是不愿意我来上电视的 但是他告诉我孩子说出这样的话 我第一个反应就是 孩子到底在什么情况下说出了这段话 而且让他们给录音了 首先我要强调的事情 孩子是孩子 他爸爸亲生的 而且 我从来没跟孩子说过这样的话 亲体是都是亲生的 我为什么还要神经病一样 对孩子造成这种伤害呢 好 因为事实上这个孩子 他必须在 你们两组矛盾之间 找缝隙 找适合生存的语言 对 于是爷爷和奶奶也是被他骗了 因为他这组话 他认为是爷爷奶奶最愿意听的 包括他称呼他母亲的名字 是的 他在没有爷爷奶奶的情况之下 他一定说的是妈妈 他有爷爷奶奶的情况之下 他叫的是妈妈的名字 是的 八年当中 什么样的话爷爷高兴 什么样的话爸爸高兴 什么样的话老师高兴 什么样的话专家高兴 是的 别着急啊 这是第一件事 谁说 我想跟这对爷爷奶奶说啊 其实我觉得你们特别辛苦 我想你们这么信任我们 我当时一看到这个文案的时候 我会说 我说这妈妈太过分了 但是我越采越采 我会发现呢 连二老呢 对你 就是你们的生活中是有误区的 可能你们不觉着 你们给孩子灌输了很多负面的东西 你们不认为 但是当我们的专家 你们也真不是故意的 一层一层的包下来之后 问题出现了 马老师去的第一次 回来就在那个机器里跟我说 孩子回答非常流利 跟奶奶在一起 不想妈妈 离不开奶奶 对吧 第一次是 对 然后呢 马老师自己说 我认为孩子没全说实话 我再去问一遍 本着负责任的态度啊 又去了一次 第二次 对 先说有变化吗 对 他还是传递了非常 压抑在他心中的一些信息 通过一个交流之后 跟孩子建立一个很好的关系之后 那么孩子开始聊 其实你今天到这来啊 好的话是不愿意说的 因为一谈到爸爸妈妈 对爸爸妈妈的态度 你就不说 你就转移话题 这为什么 是不是有人不让你说 我说你们家只有这四个人 你看谁不让你说呢 爷爷 奶奶 爸爸 妈妈 是不是有一个人 不让你谈家里有点事 他说你要都知道的话 那我只能跟你说是奶奶 我说奶奶就说一次 你肯定是记不住的 你功课学的会很好 但是奶奶就说 别说家里事 你是记不住的 是不是还有三四五次 十四八次 或者更多次 三四次吧 好 但是直到最后 他依然不表达明确态度 那么他形容家里的 这个关系的时候 他用了一个词 叫做强导众人推 一个字不差 怎么叫强导众人推呢 因为我要再跟他探讨 他为什么对妈妈爸爸 他就会有一个 回避的态度 我说是不是跟爷爷奶奶 在一起生活的时候 会非常快乐 他这个谈起来滔滔不绝 我说但是爷爷奶奶 是不是也会讲到 爸爸妈妈 他们的问题 会怎么样 他一般而言 家里边是奶奶先提 然后爷爷就配合 之后他也就接着说 他所描述的 强导众人推是 一个人说 的时候其他人会配合 一起来说 包括您看孩子 那段话中 他所描述的 其实有一些似乎 是刚才谈到的内容 那么这些信息 从哪里来 这就是一个问号 逼个孩子已经开始说瞎话了 也许是老人家是不经意间的一个事 他在这儿 祝福他 出门了 咱有些话别说 但是在他这儿 他很认真 这个孩子跟别的孩子不同 他的防御的心理是非常强的 而且 他说我真的不能说 我答应了不能说 否则的话 我就会 又给了我四个字 炎火烧身 我插一句 我之所以后来拿到孩子最真实的想法 是我跟孩子说 你要跟我说实话 你们家就再也不会吵架 爸爸可以当你的爸爸 妈妈可以做你的妈妈 爷爷还是你的爷爷 奶奶还是你的奶奶 你就跟大爷说实话吧 最后他就终于跟他大爷说了实话 就是这么一个情况 所以我终于看到奶奶的一次点头 是你也清楚的知道 我们所有的信息 绝不是至于你们难堪 说把你们背后不该问的话问出来了 是你们在误解中 你们也不断的发达自己的想法 你们特别希望 由于你们获得的这些信息 人为的添加之后呢 导致你们是正确的这一方 这是每一个人在打官司的时候 都想获得的一种信息 但这种信息是与你们未来的日子不利的 我特别希望从今天开始 你们家从此能过上安宁的日子 孙子是可以正常有爸爸妈妈 正常有爷爷奶奶 你不要以为你们守着孙子 他的内心说 爷爷放心吧 我不想他们 甚至他骂他们 甚至说他们的名字 可是对于孩子来讲 他的这份思念 等待煎熬痛苦挣扎 对于孩子来讲 一旦到了青春期的时候 他和你们过不去吧 他有可能和全世界的人过不去 这是我最担心的 我说岁的呀 离开爸爸妈妈 我们也心痛 我们也心痛 我们远都在一会儿多好呢 这就对了 对 不是那您就让他们独自带着孩子多好啊 他们是孩子的父亲 我告诉你说呀 孩子十五号这一天 早期他起来以后啊 他挺伤心 他准备离家出走啊 衣服都洗好了 我回来就 你本事上了这么多了 后来他发的 上这个这么一会儿 我不上 我这么分了 因为他真不支持他 你就别说这个事 我没跟我女儿说 你看我赖了一会儿 我都不 不是您要说到您女儿 我还真是认识两句 你这女儿吧 太参悟你这事 他根本就没有参悟这个事 你说这个孩子 您这女儿没参与跑人家车前面 踹人车干嘛呀 我你们谁 谁踹的车来 马龙 拍的亮点 你还年轻的 我整个花 咱我拍的亮点 你这女儿 如果说我们 女儿在那儿 踹你车了吗 我女儿是长三大 我出门 我出门骑车 撞死我 真是 我出门就在 毕竟不出门 别这样行不行 不是马龙 你放我 不是 你们告诉我 如果你们两位 等一下 你们两位要不生气 你们怎么会当时 把儿子孩子 孙子带走呢 你听我跟你说 马龙 你不要和你强调说 踹和没踹 也许它不是踹 是砸 也许是拍 也许我没懂事 你也就在那儿 也就没动 这个开门 当时人在没站 去了没有 人是在马路边 站马路边 坐什么 因为我女儿 怎么去的 他们拿出来 他站在马路边 坐什么了 什么都没做 什么都没做 就是他什么都没做 为什么在北京 好好的过他自己的日子 为什么要去 你听我跟你说吧 因为我没干出来了 他把我干出来了 我认为 你们能做到认为 今天这个事情 就是说孩子 就是人家的孩子 人家你们怎么对孩子 我太听我跟你说 阿姨你让我说句重话吧 你要是再逼着我说的话 我就把孙子说的 您的其他的话 我又都倒过了 你叫他说出来 那谁就叫了 叫他 因为你作为这个奶奶 你给孩子说的太多 不应该说的话 你明白吧 你叫孩子说 这个叫谁是冤枉 最冤枉的 谁是冤枉的 你叫他说 我是最冤枉的 好了好了 来 听我说 这位女士 15号叫说啊 15号 老头就说 孩子给了 就是叫我人立宗 后来 次次打电话 就是你们这种心来 要打电话 老张要打电话 你别打嘞 先唯唯顺的 看孩子愿意给他走了 就叫我打电话来 后来来了 就马上就立宗 这手啊 自己这一天 现在这个孩子 我最快到一眼 结果对孩子一说 孩子不要怕那哭了 孩子哭得挺伤心 孩子几乎你才说 爷爷是懦夫啊 你给我出去 你去 你别在这 我不跟你说话 爷爷是懦夫 要说真的的话 我想打马路 我当流浪知道 我绝对不起他这 你那孩子叫过来 我咱是想解决什么问题啊 阿姨 来来来 我给他送过两次 叫他说 今天第三次 给人家送回去 行不行 奶奶 我相信 我听你了 我相信 孙子和奶奶的感情 一定是会很好的 当然当然 我跟你讲啊 因为我自己 我孩子出生以后 我妈妈在这待了 八个月 也就是短短的八个月 后来呢 偶尔就是寒暑假 见过呆过 你知道我儿子 排行榜上 谁排第一吗 奶奶 其次是爸爸 第三是妈妈 第四是爷爷 为这事 我太太哭了好几次 说我生了她 我带了她 我太太全职四年 带她带孩子 她说为什么奶奶排第一 这个是割舍不掉的亲情 孩子永远会跟奶奶很亲的 即便你把孩子 放到他们那儿去带 一样的 放心 您千万不要担心 一旦小孙子 放到他们那儿去了 那就把爷爷奶奶忘了 那是不会的 不能让人说来 我说说 下来就是孩子 我没好想抱着催的 他都会吐什么 我跟你说 他都会吐他 爷爷 您先听我说一句啊 我们说 任何一件事情 怎么说不重要 我们所有的人 在电视机上看到的是 行为后果 对 我们现在看到的是 行为后果 就是您的亲儿子 找您要了 你自己的儿子 没要回去 他说的不是真话 他说的不是真话 他不是真话 你不让 一人不让我们说 我们不能讲 所以这个我相信啊 整个北京地区的 我们的电视观众 都觉得这事吧 有点不妥 不管你是对呀 我说的挺好 妈妈 你们回去吧 你回去吧 就说我没带孩子 说的挺好 我说行 我回去吧 我也不爱给他带了 我也挺累 身体也不好 后来了 我自己到吃饭 买了票吧 买了票 我这回来呀 你们俩又不让我回来了 不让我回来以后 媳妇特别呢 不不不 你别唱 让奶奶说 让奶奶说 妈你别走 是吧 妈你别走 是 你俩都在不来 这个我要不说一句笑话 对 我们需要你 孩子需要你 对 后来说的不让我走 不让我走以后 后来我就 后来跳那跳过退了 退了以后 我西方对着我儿子说 特别好 四天中我儿子 就要害得去了 我西方马上就变了 马上就变了 我以后说什么来 我儿子那个痘痘 看到那 我跟你说 他拿刀子 要割手腕 割手腕来说 他说我要死了 我妈家不能放过你 你说不能放过孩子 就因为这个 我说过第一次 他就没带 我就当着一时我带 你为他俩带过没有 没有 我也没带过 都是我带 是 当着以后 你个经常不带交 这个是外妈讲 十二天以后回来 这个是十一天以后回来 你为了就纪念 他离会之前 九个月他没回来 对对对 你说我妈说 你再就过过一个礼拜天 我要说话话 你可以到那个小区里 妈妈说的对 小区里边都知道 我们就礼拜走 没有配孩子一个 外国一个礼拜 我跟你经常 怎么当孩子 我对得起你 孩子跟你一样 这么大了 该你没自己带了 这个大别好说 我们也发现 最可怜的是那个孩子 这个孩子是最可怜的 现在什么情况呢 他见人说人话 见鬼说鬼话 就变成了这样 我觉着 您老两口挺好 让交抚养费 每个月给你们交钱 把孩子让他们自己带 您就过您自己的生活 还有个女儿多好啊 奶奶 我跟您说件事 那个姓霍的律师啊 前年签了我一万块钱 我找他已经要了十会儿了 他都没还我 您说我是不是还应该 把我那钱拿回来 应该拿回来 应该拿回来吧 那是我的钱 那等会儿我打断一句话 当时那钱啊 是他死结白结给我的 我说我不要 不成非非我都是你 还给他不要 不成 就是不找我要 那你凭什么 现在又找我要啊 对 因为您是自愿了 所以真的 我觉得啊 以前您的辛苦 您的不容易 我们真的都听到了 说句良心话 一个孩子这么小 对 八年拉扯大 真的不容易 他那会儿做的 真的是不对 太过分了 但是 这钱是我的 我还得把他 要回来 演播室现场 专家老师们在极力的劝势孩子的爷爷奶奶 希望老两口能放手孩子 八年的养育之恩 我们能理解两位老人的辛苦 但是在这样的环境下 孩子的教育也着实成了一个很大的问题 在前妻与孩子的沟通中 胡邓老师带着孩子做了一个心理测试 测试结果却不容乐观 你们的小孙子 我们说让他画一幅画 就是因为我们想知道 孩子内心的真实想法是什么 我们经常避开语言和思维系统 我们经常会希望孩子来画画 通过他的无意识投射 来了解孩子内心真实的想法是什么 而画什么呢 画最简单的 房 树 人 他就画出这样一个东西 说是北京的四合院 你看见前面有一条马路 马路上有辆车 他说这是我爸爸的车 可是呢 这个院子的门是紧紧的关着的 院子中间的正对的那间大房子 他说这是主卧 主卧里住的是谁呢 我爸 我妈和我 右上角的是次卧 里面住的是谁呢 爷爷奶奶 下面的三个呢 是客房 或者是将来家里有钱了 有阿姨 阿姨他们住的 左下角 他说还得有厕所 两边还都有两条路 那边还有厨房 还冒着烟 他在画的这些人的过程中很有意思 他画了一个桌子 上面有人在下橡棋 我问他是谁跟谁在下 他说是我跟爷爷在下棋 我爷爷下棋可厉害了 而且爷爷教我下棋 教得特别好 我说呢 你和他谁赢的多 他说爷爷不让我 舞盘他都是 爷爷要是让了我 那我还能赢几次 我说呢 后边那个呢 他说扫地的 那个是我妈 坐在那个太阳伞底下 乘凉的是我爸 我说奶奶呢 他说奶奶在厨房做饭 你说这是多美好的一个家庭画面啊 是吧 但是我跟奶奶讲 这幅画有很大的问题 问题出在哪了 第一 这个画面很封闭 你像儿童 八岁的儿童 应该画草地上的房子呀 天空啊 云朵呀 第二 这个画面没有活力 你看那个树 两棵树多么小 没有叶子 第三 画面出现了太多的锐角 这对儿童心理来说 是非常非常不好的一件事 你说说看 封闭的大门 封闭的四合院 然后呢 里边的这些房子的门 基本上都是关着的 里边的树 长得那么矮小 有个狗窝里边没狗 然后两边这两条路 他刻意地画了这么多个石子 真的 爷爷奶奶 我说句心里话 孩子内心其实是挺让我们担心的 因为我们见过太多的 太多的小孩子画房子 树 人 基本上都是在空旷的草地上啊 山坡上啊 而且一个画面画这么满的 说明什么 内心里装了太多的东西 所有的房子的窗户以及他的门 都是一个一个的口 在我看来就是每天都有人在去跟他说 跟他说 可能想用语言去改变这个孩子 或者可能给他一些什么更多的信息 所以我觉得这个孩子可能一定听到的很多 都是嘴对着他在讲 这两侧的房子应该是平躺的 所以在他的内心世界当中就是这样 所有东西他都是被动接受的 他没有任何主动的东西在里面 所以这孩子我觉得其实有一些问题的 我不懂心理学 但是我在这个场合呢 看到太多这样的图了 今天我其实特别着急 叔叔阿姨非常的尊重你们啊 而且我真的我觉得这位父亲和母亲 当年是不负责任的 他们为了自己的事业 学业 然后把孩子丢给你们 我确实觉得 这个是不负责任的 你们知不知道带一个孩子 带大要费多少心血 你刚才自己说嘛 就是说那时候有时候 一开始第一次回去有点急躁 是你自己讲的吧 为什么我告诉你 你没有跟一个孩子长时间待 当我们跟孩子短时间待的时候 看到全是这孩子优点 比如说胡登老师 王岛他们经常见我女儿 就说哎呦你女儿真乖啊 怎么怎么样 只有我天天跟他在一起 我才知道他烦的时候 他得给我折腾疯了 就我这么好脾气的人 我有的时候真的 我觉得我就控制自己 我要不控制 我手都得下去了 气死了 对 就在这样的过程中 包括昨天晚上孩子生病 一晚上起六次 我女儿啊 一会儿吐了 一会儿又拉了 一会儿又说要喝水 一会儿蹬被子了 那你想我今天这么大工作量 我一晚上根本没睡觉 你睡不了觉啊 那么这样的日子 爷爷奶奶过了多少 你们知道吗 你们知不知道 老两口得付出多少 为什么这个爷爷 当发现孙子 他的肚子疼 找不到原因的时候 他着急 他天天跟他在一起 他有感情啊 他心疼啊 所以我觉得今天 我不管你们两个亲人 你们是怎么想问题的 怎么处理这个问题的 我觉得确实在带孩子 这件事上 应该深深地感谢父母 这位妈妈 你看她好几次很委屈地讲 高血压 高血脂 高血钙 这都什么病啊 她这么年轻 不该得的 所以我就觉得 那我们是不是要考虑 这两位老人 为什么会这么喋喋不休 为什么就觉得表达不出来 就是因为在他们 想说的时候 没有给他们 今天我们其实一直在 给老人提建议 那我觉得这个时候 我们要给年轻人提点建议 提建议的目的 是为了更加和平共处 理解我的意思吗 这位钱儿媳 理解吗 小伙子 来 马建老师 如果孩子在你们身边 你们该怎么来带 刚才王方已经提到了 一个点位 也就是说 对这个孩子 一定要比其他家长 耐心 跟他要去建立关系 否则的话 这孩子自然而然就会想 还是我爷爷奶奶 对我好 我在跟他交流过程中 他认为爷爷奶奶 也会有情绪 但是轻轻地会 打他屁股两下 所以做妈妈的 如果说 您觉得爷爷奶奶 能够对孩子 这个屁股上 给两下 您 把孩子接在身边的时候 我也给两下 那有可能孩子 就会觉得 妈妈 对我不好 因为 整个这个家庭 因为孩子 引起的一个纷争 导致他想的 比其他孩子 已经多很多了 所以 二位 孩子的父母 要做好 充分的心理准备 跟孩子 耐心 建立关系 慢慢慢慢 对孩子有个引导 和情感的疏导 就算是现在孩子 顺利交接 你们将有可能 面临着一个 由于这一段日子的 对孩子内心的 这种冲撞 他的青春期的反应 一定会比别的孩子 反应要强烈 这个孩子 真的说实在的 从录制 谁在说以来 应该说 对孩子 我是用心思 最多的一次 马老师 谈话的时候 我去跟他玩球 我发现 孩子的眼神里头 有太多的防御 这种防御 都是大人的事 而且你没有发现 他的语言系统里边 是一个孩子般的 大人在说 不知道是大人的话 还是小孩的话 他是两种语言 惨杂在一起的 你会瞬间觉得 他像是一个 40岁的老人 挺可怕的 他的这些语言 来自于什么呢 来自于 他对你们 这个关系的 绞尽脑汁的分析 由于他的年龄 他没有能力 把这个东西分析清楚 于是他就想了好多 他从妈妈这 捕捉一点 他就编一点 给奶奶那说 他从奶奶这 听一点 他就编一点 给自己说 他从自己这 知道一点 他就问自己 该不该说 一个8岁的孩子 就让他经受 这样的内心的煎熬 其实 我非常负责任的说 你们由于 四个人都爱这个孩子 已经把这个孩子摧残到 离青春期到来不远了 他其实 有可能青春期早报 所以说 你们把孩子 接回去之后 必须要有耐心 之前的代价 那就是要代价 之前的误解 那就叫误解 你们之间 没有那么大的深仇大恨 你们既然那么 喜欢我们的节目 王导演负责任的说 这个女人 此时此刻 今天的他 他很爱你的儿子 其次 两口子的事情 和你们没有任何关系 哪怕他们两个人 写的是说 我们曾经两个人 都出过轨 也跟你们两个 没有一毛钱的关系 更何况 那是你们想出来的 你看到文字 和他们实际发生的情况 不是你们想的那么复杂 在你们看来 离婚 这就不是一家人了 这就是不是一心了 未见得 还有人因为爱离婚的 也许咱们不懂 不懂人家 这39岁的人怎么想 咱不懂就不懂 咱不要强加人家 说你们肯定 就是有问题 凭什么你说 人家肯定有问题呢 对不对 那你儿子说 我就认为你们俩有问题 你们俩该离婚了 你觉得你舒服吗 而且看 刚才其实儿子 点破了一个细节 儿子说 妈妈说 我没背叛过你爸 然后呢 儿子就说 爸你没背叛过我妈吗 其实能够看出来 这件事我们不细揪了 然后妈妈说 反正我们没离婚 那说明妈妈当年 原谅了爸爸 那么好啊 那其实这是你们俩的 一种相处模式 他们有他们的相处模式 我觉得今天 我们只要弄清楚一点 老两口是不是辛苦了 确实辛苦了 孩子都这么大了 其实这位阿姨 我特别理解您在哪 您的所有语言中 充满了对你这个儿子的爱 儿子受欺负了 你明白我的意思吧 没有人 不不不 就是我们听上去是这样 您觉得儿子受委屈了 所以你看你 包括叔叔说的 钱没了 事业没了 我是觉得 他已经这么大了 他为什么有这么优柔寡断 他确实有些事 做得不爷们 他跟你们的培养 是有关系的 他是后边变的 对对对 我认为我这句话 特别重要 所以我必须说 我们几个人是用 多少年的经验 来说你们家的事 首先一点 我们说任何话 都是对你们家有好处的 所以此时此刻 我认为 咱们就不要再解释 我们说对你们家 未来是好的 而不是害你们的 这位妈妈老觉得 我的委屈没有说出来 对 但是呢 您其实真正让他说的时候 他说出来的事 我们会觉得 没有他想象的那么可怕 这竟然弄成这女人 是来复仇的 阿姨您别摇头 不是 我想 我想 到底我为什么 岁子不也交给他 我认为 他们对孩子 没有那么关系的 我为几个事 一个 我岁子 10月21号有名 13月20多天 某种作为妈妈的 害得独痛这个眼 怕过一次吗 没有 这个 被关系害得了 你卡过一次吗 爷爷 您能不计 那个 不计账了吗 不计账 我老俩相别 咱一个 穷 曲念 你宰教 配害得狗狗 有双油尸吗 不 是这样的 爷爷 我怎么能放这 不害你 这个当胡同老师说话的时候 这个阿姨啊 跟她儿子说 妈妈不会害你 是说这句话 是 我相信这句话 您可能在 说过一万遍 对 您就这么想 作为一个妈妈 不会害儿子 您这个 肯定吗 肯定吗 她也是妈妈 会害儿子吗 太厉害了 不会 这是第一个问题 其实我想给您 举这个例子 是什么意思啊 阿姨 我帮您总结一下啊 在孩子从出生到现在 您对于这个孩子的抚养 是付出了巨大的心情 对 对不对 这个你没得承认 但是 现在的问题是阿姨 就是您当她带儿子 很辛苦 然后您现在有一个担心 是把您的孙子 交给他们带不好 对不对 有这个担心吗 刚才爷爷说 这个孩子生病了 可能父母 不知道该怎么 照顾这个孩子 你一定要 他最为闷口的 第一次也不谈 来 听我说 他当母亲的 他男孩子 第一次都不谈 听我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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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是这样 爱与不爱 和会不会爱 是两码事 我也很爱孩子 当我那个孩子生病的时候 我在家急着团团转 不知道干嘛 其实我平常 做律师的时候 头脑十分清晰 当我听到 我那姑娘生病了 麻烦了 当时脑子蒙了 是要去医院 还是要吃药 还是要喝水 我不知道该干什么 因为我也不会大孩子 所以说 爱与不爱 和会不会爱 是有本质区别 所以这个时候 我今天真的跟您讲 他们有的时候 真的是可能 没有负责任 或者有的时候 也没有做到 但是并不表示 他们不爱自己的孩子 换句话说 他们俩现在是 处于离婚状态 您的儿子 找您来要自己的儿子 您觉得您的儿子 会害了或者毁了 他自己的儿子吗 我现在还要问您一个非常尖锐的问题 可能这句话您不爱听 您的孙子生病了 您可以带孙子去看病 孙子现在想奶奶 奶奶可以天天陪着孙子 我想问 孙子一天前会长大 你还能照顾他多少年 当他长大的时候 这个我早就有 需要真正家长去帮助他的时候 你那会儿再把孙子给儿子和前儿媳说 妈妈现在没有办法帮你照顾孩子了 你们把孩子领走吧 那会儿他们就真的照顾不了了 那会儿就真的没有技能了 孩子不是一次注意啊 头一次 孩子也得痛连着 明白 说明他没有没有没有责任心 不是 孩子都不害 对于专家的多番劝解 孩子的爷爷奶奶 似乎并不能认同 在两位老人的意识里 孩子的父母 并没有做到真正的爱孩子 自己才是真正的在乎孙子 听到这儿 孩子的妈妈有些控制不了自己的情绪 失声痛哭起来 此时专家王维涅 想对两位老人做进一步的努力 就跟我儿子 不是人家 我儿子 不是 我儿子 我儿子 你听我说这么的故事没有用 因为现在最有用的一件事就是 你们同意不同意 让这个孩子健康成长 我看得泪忙到 所以你什么也就不要说了 什么都不要说了 你的 你的说 我就说因为他平常不仅一个目的 好 那我来跟你们说啊 等一下 我来帮您教育 说一句 不给他们机会照顾 他们永远学不会 来您听我说 我认为您现在就把机会交给他们 您让他试试 他能不能照顾 如果这次 他们又在那儿说 妈妈爸爸求求你们来 您别管 那他们的孩子 生了 你就得养 你别说我生了放不复古那儿 你那叫不负责任 记住了吗 不负责任 记住了吧 但是我也认为 即使你们养 你们也应该让他们该看爷爷看爷爷 该看奶奶看奶奶 千万不要回 再给这孩子心里边堆积任何东西了 说爷爷奶奶这不好那不好 千万不能说了 再一说这孩子要崩溃了 真的离您 你那看病的医院不远了 都是得得害他左雷 他为什么肚子疼 就是我们在讲啊 这个肚子疼的时间 是你们家发生矛盾之后 孩子深深的陷入在 你们家庭矛盾的这种纠结当中 所以他内心很纠结 他纠结的体现 他没有办法去作为 他的表现的外线就是 我肚子疼 我让你们尽量的把注意力 集中在我肚子疼这件事上 我们就是说 这是一种心理问题的一种外线 所以我刚才想 就是想跟阿姨说 你指责了您这个前儿媳 但是您想过吗 您前儿媳在生这个 的时候 他也是一个孩子 生了孩子以后 如何会带孩子 就我是三十多岁生孩子 我也不会带 那么就是我觉得 您家 我特别不喜欢 你从今儿到这边 不要咬头了 我以后觉得他是个害的 阿姨 你们对这个孩子太残酷了 到此时此刻了 你们还要残酷地折磨这个孩子 你们觉得这样合适吗 是 是 万道是 再就是 我一样是 这样这么一 不是 我一样的 你这个节目 展物去练 因为这个孩子是从出生 你们就带着 时间久了 就会觉得这个孩子 真的就是自己的心情可以理解 但是这个孩子的父母 这儿有律师 他会去解读 谁从法律角度去做孩子监护人 再有一点 他们会带不会带 他家的孩子拿走 所以给二位的建议呢 您有您的生活 他有他的生活 让他们去肩负去自己做父母的责任 另外 如果他们要虐待孩子 有法律管理呢 就您那孙子 我看他明白事啊 比好多十岁孩子要明白的多的多 你放心好了 来 这位妈妈 我知道刚才你很委屈啊 你现在愿意见见你儿子吗 我今天蛮开心的就是 我今天已经见到了 从我一进来 孩子突然间从一个房间跑出来了 你不知道那么多人 我第一眼就能认出我的孩子 当时他也很惊讶 他看了我 他迟疑了 是我国际抱住他 不好意思 我当时没忍住 可是编导害怕我这样的情绪 但是孩子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 你这样会吓到他 后来我赶紧去厕所冷静了一下 我就听见孩子说 妈妈呢 然后我就赶紧出来 然后孩子不见了 然后我就跟孩子爸爸说 我的孩子头发又没洗 可能两天没洗澡 我一文件为你围的出来 我见到了 在一半一十天的时候 我见到了 对不起 我还想说一句话 刚才为什么孩子爷爷奶奶说的是 我有点头有摇头 我上来的时候 我也确实说了 真的是真话 肯定他们这些年对孩子的照顾很好 可是就像刚才你几位专家分析的一样 说带孩子真的很辛苦很累 为什么后来导致我离婚 我真的对孩子爸爸太失 他真的好软弱 跟孩子爷爷奶奶作医 包括鞠躬 跟他们打电话 求他们回来的 你只是孩子的爸爸和孩子做的 我从来都没做过 那时候我怕孩子不适应 我当时未经来的第一天 我的孩子去长城口龙园玩 他很喜欢去游泳 当时很尴尬 我这个事情应该不好说出来 我带着那个真的不好意思下水 但是我就躲在一个桥里 我陪他下了 我就和他说很开心 可是那会儿他孩子的爸爸真的很贪玩 他故意不到这些 就像刚才那个看好一个什么导演说的 说孩子已经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 这个事情在孩子第一次来的时候 我真的已经发现了 就是因为我发现太多心理的事情 我跟他沟通无果 我心里积压了太多的事情 我对他不是一点点失望 我说实话 他作为丈夫和孩子的爸爸 我们小家体制上面 我真的很失望 他真的不相信我 而且我发现的这些事情 就像你们刚才分析的养孩子 从幼儿园回来同学闹矛盾 我去接的时候跟我说这样的话 我也是无意到中听见 他就开始跟奶奶说另外一份话 我就开始我说 五岁的孩子爸爸 我就喊他爸爸 我说我只希望五岁的男孩 是阳光型的 开开心心很单纯 发生了什么就说什么 而不是要见什么人的眼色 我很担心 我那会儿就很细腻 我发现这件事情 真的几乎每天都在发生 您现在让我们的编导带您 去跟孩子交流一会儿 我希望你擦干眼泪 我希望你做一个好妈妈 一听到可以见孩子 马女士激动万分 一百一十一天 她终于可以好好地陪儿子一会儿了 但是主持人的这个要求 却遭到了孩子爷爷的强烈反对 孩子的爷爷不希望在这个时候 让孩子出面 那么在两位老人的意识里 究竟是什么 让他们对这个前儿媳 如此的排斥呢 调节工作 似乎有些陷入僵局 今天您来 是为了让您的前儿媳的所有的缺点让大家知道 还是说您有另外一个目的 是为了您的这个小孙子能够茁壮的健康的成长 你告诉我目的是什么 这个吧 我问一下吧 我问一下 我吃了点东西一样 我问不了 刚才各位老师都说了 其实包括说 你们在整个的这个环节当中啊 其实大家多多少少在一个家庭生活当中 没有一个人可以保证 人家一辈子不办错事 不犯错误 重要的是犯了错误 要给他改正的机会 更重要的是犯了错误的人 别人给了你机会 你要去改正 所以说 首先你们要摆正第一个态度 我现在我能够感觉到 公公婆婆现在心里面有一个怨气在哪 一定要真诚的跟公公婆婆说 你要跟爸妈讲 你们辛苦 这个我想所有的人都知道 带一个孩子有老人带 他们有多么的辛苦 这个你要做到 当然我同时也要说公公婆婆啊 我相信你们的爱 但是我们知道我们做任何一件事情 都要把握一个度 当这个度过了 就过有不及了 其实您现在我反而感觉到 您的儿子不是去找他的儿子 他是去抢您的儿子 就是这种对孙子的爱 已经有一点点转化成对 像是您的儿子 其实包括种种表现 我相信观众们也能够看出来 您对于孙子的爱有点过了 其实按照刚才马老师说 从法律上是有一个解读的 他们是有抚养义务人 我刚才说了 生了孩子要抚养义务对吧 义务的反过来也有什么 权力 而作为爷爷奶奶 你们愿意帮助他们 你们叫协助 但是你们绝非是法定义务人 对吧 刚才啊 这个主持人不也是有个建议 希望孩子妈妈跟孩子呢 交流一下 我是有个建议 从今天开始 对这个孩子不要质问 不去落实什么是真 什么是假 因为在孩子成长过程中 如果一味那样的话 就给孩子又施加了一个更大的压力 比如妈妈可能会说 那段话到底是谁跟你说的 怎么回事 在什么情况 都不再追问了 今天开始 过去所有关于孩子的事情 我们都翻篇了 无论好也罢 教育方法 教育理念 正确也罢 错误也罢 都是过去的事情 我们从今天开始 尝试着学习 正确的教育理念 教育方法 我们重新面对孩子 这一番的劝说之后 老两口终于答应 让钱儿媳看孩子一眼 得知自己可以见一眼孩子 马女士迅速走下演播室 直奔儿子所在的观察室 而场上对于是否可以带走孩子 双方继续进行着交涉 那我们今天就谈好了 尽快让他们把孩子带走 好不好 爹又跳起 爹你听我说吧 你的条件是什么 您说您条件 这不是汉不汉一点 没说出来 这本人教他说 孩子是给他累 他留儿带累 我跟你说我同意 为敌害的不是他带累 跟你说啊 不是我听话 你就直接告诉我条件是什么 就告诉我说吧 这最后没有版本了 他要替他上这个 看来这么多了 相信就是咱们专家 咱们都要 那我们也认为 你应该给他孩子呀 那这个问题解决了 因为他前边的 我们不提前边 你有什么条件 先生你有什么条件 因为 那我这么跟您说 那我这么跟您说吧 对阿姨 听我跟您说 阿姨 我跟您说 现在孩子是他的 他愿意带走就得带走 没有条件 听我跟您说 孩子我是绝对给的 我也能累了 我也不想能 好 那就今天带走 好吧 孩子不是说他要了 是这个女的要 跟娘家送 送娘家 你管人家谁要了 跟你没关系 害了孩子了 你不知道怎么到 害了孩子了 你就非得弄得让霍律师 你到法院去要吗 哎呀 我给你 非啊都没有管 他早 你为的 起诉了 起诉了 早该起诉了 是 起诉你为不 好吧 那这样先生 我教你一招 你跟你太太前妻离婚了 对吧 对 你们他们俩可以变更 变更那个孩子的抚养权吗 可以 变更你的前妻 把你 直接变更你的前妻 带走 好 我也欢迎 这人王道 不可以王道 在初始王道 我给你来找女来 我给你来找女来王道 真是里边情况不了解 你知道不知道 这咱奶奶 你干嘛 没有啊 没有了解 把这孩子 把这孩子 您是奶奶 是吧 我是奶奶 我都不 我孙子都没管 好 到时候 给 这奶奶 您说 小孙子应该给谁 应该给自己的父母 好 对 好 对 好 爷爷奶 我跟 我说一下 就是说 爷爷的爱 奶奶的爱 你们对他再好 爱的他再多 但是爸爸的爱 妈妈的爱 父爱母爱 这个你们永远 给不了他们 是 这个不是 这个不是吧 你说 我一样 这个孩子 我担心 我就给他说过 您不用担心 你是 我担心 不像一样 这个孩子 怕老人 我帮您表达一下好不好 我不是来分析您的事啊 我帮您表达个意思好不好 您是不是这样讲 要付一个条件 把孩子 如果说给了他们 得他们两个人带 不能够送到这个您前儿戏的老家 对 是这样吗 对 为什么不能这样 来请我 我帮您说话呢 然后呢 您是有什么样的担心呢 您是担心 我如果说 我的这个小孙子 送到了这个 他前儿戏的这个老家 他们那个老 是农村是不是 到那儿呢 教育不好 生活条件不好 我这个小孙子 一辈子就毁了 有没有这样的担心 是不是这个意思 是 您是这个意思 那就更简单了 为什么啊 首先第一个问题 一个小孩子 如果在他的成长经历当中 能去农村生活一段时间 反而是好事 接触一下大自然 我们一定要知道孩子的成长 不仅仅是要培养智商 还要培养他各种生存能力 其二 我明确的告诉您 他现在是拥有孩子的抚养权的 之所以我相信 可能说公安机关去的时候 没有强行的把您的早孙子抱走 不是说您就合法 是看您二老岁数大了 不忍心 但是明确的告诉您 法律规定 现在您的儿子出门口 抱着您的小孙子 扭头就走 您才是求路无门 您到哪都告不下 那是他的儿子 如果您的儿子 再把您的这个小孙子的抚养权 如果再变更一下 变更成您的前儿媳 人家抱着孩子 别说去美国 去月球您都管不着 明白吗 是 我明白 我问一下 儿子 再就这样 这是您母的吧 是吧 因为我儿子我是真的讲的 你听我说啊 妈 我希望就是 马荣要回来 就找我们走 当然妈 我跟你说 马荣也就是要孩子 我闹孩子送给马荣 不管马荣怎么脚养害的 怎么养害的 妈 我不管了 我说你准备牺牲害的 是不是 您明知道马荣不敢害的 我一开始也有这个想法 我觉得那个马荣真的是不爱孩子 为什么呀 他这一点也不敢 你说一个女人二十岁生了孩子 她就给老人家自己就不管了 四年五年不管了 你说她爱孩子吗 那可能不爱孩子 但是 奶奶 你自己说你只经历你爱你 奶奶 你叫你找着你 奶奶 你听我后半句 你自己自自首吧 奶奶 你听我后半句 自自自首吧 她二十岁的时候 她真的不爱孩子 现在她二十八了 想学习爱孩子 想把孩子弄回去 行不行 你让这个孩子送给你 我看你最后知道的声音 行不行啊 奶奶 我不是 我希望给她 希望给她 这边说我盘子给她 对不起啊 对不起啊 我刚才发脾气不对 不不不不 我也是 还要扣我公子 你把这约全扣了 我对不起了 不是 没事 我 我没理由 不能这样 我 不能这样 我也激动 我就是为你能夹着急吗 你说你这个事 你不知道 你别理解 理解 理解 你怎么能理解 千万别往鞋里去 要不然怎么来找你啊 就知道你能够解决 我这一句 别生我的气啊 你还生我的气吧 你还生我的气 我不是 真是我不能解决 我不是 害得不想到眼 害得 来来来 几位都别说话了 我们现在解决问题 小伙子你打算过 不养你父母吗 从来没有过 好 那你以后可不可以 爸爸妈妈 需要钱给钱 需要交流交流 可以做到吗 这个当然没问题了 好的 第二 介于现在这种问题 我觉得你们应该 独立学会带孩子 对 可以吗 必须得 你是准备跟您太太复婚 对吗 对 当然 好 你们觉得你们有能力 好好把孩子带好吗 有 好 那你们准备什么时候把孩子带走 今天 那上学的事怎么办 星期一就可以上课 好 那爷爷奶奶同意吗 就像这样把孩子 就这个态度 嘴气们 姨父母 怎么样 我还会有气 行不行 那我觉得是这样的 能不能让他们先断练 他说 那个话 我帮着 我愿意 这样吧 来 你二位 跟律师到我们的第一观察室 你们说出一个方案来 说方案 我来跟他做他的工作 在霍律师的陪同下 两位老人来到了观察室 但是没想到 刚刚坐下以后 孩子奶奶便再也控制不了自己的情绪了 阿姨 阿姨 你能评估一下吗 阿姨 我知道你的心情 半天我怎么样了 我不能上学啊 你知道吗 第一 我们今天是为了解决问题 你明白吗 明白明白 而且你确实可能在过去的日子里有的时候有些关系没有处理好 对不对 今天一会儿我们给出一个态度和方法 听那护律师慢慢说 行吗 听那护律师再慢慢说 能冷静吗 我问你能冷静吗 阿姨 能不能 能不能听我说话 能不能 好 听我说 您一定要二老 我知道您二老 在这个带孩子当中多么辛苦 包括说带儿子 因为原来我可能还不太理解 我有孩子我也理解 说您把这个孩子把您的儿子拉扯大不容易 再带一个您这么大岁数 帮他带一个八岁的小孩子更加不容易 这个我一定会跟您的儿子说 他可能没有自己独立过带过孩子 没有这样的感受 您的这个苦 您的这个罪也不会败受 即使从法律上来规定 您的子女也要对您有赡养义务 这个赡养义务的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条件呢 就是他们的生活条件 跟你二老的生活条件 应该是基本相当的 他要履行这样的一个相当的赡养义务 当然我们特别希望您能够自己带孩子 本身前面那么多年不带就是不对的 对不对 其次你应该给爸妈一个好的态度 这个态度是为了之后 很好的解决其他问题 你理解吗 我理解 第三 我觉得你要跟你的前妻达成一致 你们共同的目标是什么 他不能对抗 对 好吧 第四 回去不能收拾孩子 那这个当然了 肯定 我觉得我们从法律上 刚才霍律师也讲了很多 那当然 我认为啊 尽量不要去做 去前妻那里 变更 抚养权 然后再有前妻 对 尽量不去做这样 伤和气 您和他的爷爷 跟他的父母闹成这样子 我就这么问您 也许您听我这句话啊 如果说当我们真的去爱一个人 真的去疼一个人的时候 我今天真的要问您 您跟我说什么事 或者是 您想回答我问题 先生 我觉得你们现在啊 有点这个思想上啊 我不是说重话 因为按说您是长辈 我不应该说这么重的话啊 现在明确的讲 我认为你们现在最大的问题 是在拿小孙子做筹码 我跟你讲 不光是我这么认为 我相信很多人都这么认为 为什么 您知道什么是爱吗 我用两个字概括了 好吗 爱 就是付出 什么是大爱 是无私的付出 我相信爸妈呢 今天非常失望 因为是他们找的 你明白吧 他认为他有理 但是呢 我们其实觉着呢 不管有多少理 法是第一条线 所以我觉得 考虑到爸爸妈妈的这种心情 我觉得你还是要答应 比如说 假期应该让孩子 多去看看爷爷奶奶 理解我的意思吗 这个我不管你们愿意也好 不愿意也好 这是中国的孝道 他们待那么久 你生生的把这个孩子 拿走 他心里会很痛的 好不好 就你必须要做到 就要做到 对对对 如果你们真的爱您的小孙子 真的希望他能够茁壮的成长 放下你们之前 无论是跟前儿子 还是跟前儿子 之间的任何的接力 让这个小孩子 能够看到你们开开心心 而且我建议你的第一个假期 如果要回去看爷爷奶奶 最好你陪着 那没有办法 要不然的话呢 可能会有更多的问题 理解我的意思吧 要不然你的太太肯定也不信任啊 要把这个孩子交回爷爷奶奶呢 到时候怎么办啊 等等等等 好吗 没有 好吧 来这位女士 来这位女士 见到孩子了吗 见到 高兴吗 高兴吧 好 请坐 我刚刚跟你孩子的爸爸 说这话你都听到了吗 大概的意思 就是说你们先要调整 我认为你受点委屈就受点委屈 受委屈是为了孩子 你理解我的意思吗 再一个在之前前夫啊 他确实沟通上有问题 一是一二是二 您确实要调整您这个性格 你这一磨叽吧 你们家人就全磨叽了 所以一会儿 我请霍律师拿出一个 就是说他们希望你们把孩子带走之后 那么他们的一些要求 那我觉得你们俩要商量 要妥协 您就把您的小孙子现在养得再好 有一天 他在 问你 而且我甚至说会恨你 是 为什么会恨 你知道吗 您剥夺了他的父爱母爱 是 你们能给予他的 父母能给予他的 不是一回事 是 然后带回去以后呢 我觉得一定要保证 绝不在孩子面前说 爷爷奶奶一句不是 您必须答应我才敢拿这个 去跟爷爷奶奶交流 爷爷奶奶奶奶对你不错 要感恩 您要提这个 您明白我的意思吗 您要多提 爸爸妈妈都是因为爱你 才导致了今天这一切 只不过是他们的方法出了问题 明白吗 好吧 其实爷爷奶奶非常担心呢 你们把孩子送回你的老家 不会吧 你就直接回答我会不会 不会 当然不会 好的 那我们就一会儿来 就是这些问题都要告诉他 不会就好了 我特别希望先生 就你确实要拿出一个态度 发现你的父母 不是一般的固执啊 那我觉得这么多老观众 就能把王导 我印象中 他08年以后 这第一次发这么大火 我今天的主要任务就是 安抚你爸妈 对对对 提醒你们 然后训王导 好 那两位到观察室一下 好吧 好 在栏目组编导陪同下 现在如果儿子让您的孙子 让儿子抱走 您给我列一下条件 第一个 要路过我儿子 传了精神问题 毛绒你承担你家我这 你峰会一号 你峰会了 这不病 说这个 以后传了问题 我不承担家我这 有他来承担 好 第二个是您的养老问题 对 第三个 第三个 他这次开公司 我别 接了别人钱 让他还 经过世间说话 好了 这个问题 说实话 我今天真的有点累 累的原因是 整整的站了四个小时 因为人也比较多 所以这些机会坐下来 但这么累呢 我却发现 似乎我们今天的调节 很艰难 谁在说 应该说 我一直很享受 录制的过程 因为我觉得 在所有录节目的时候 我认为我自己和嘉宾 我们都是行云流水 一般去推进事情 今天有一种感觉呢 很抓狂 我找不到点和节奏 其实我的内心 非常着急 对他们双方 我也都非常了解 甚至在现场 王文念老师 还失控一次 我真的认为 今天我们 其实我相信 每个人心里都不痛快 但是我们看到 他们的问题 却没有办法 去跟他们调解 因为我觉得 这位妈妈 几乎是强势到 不能听别人的话 而那位儿子呢 又优柔寡断到一定程度 少阮老师 您的感觉是 我的感觉是觉得 就是爸爸妈妈 就是公共婆婆的 这个家庭 和这个儿子 儿媳妇 这个小家庭 他们界限不是很清楚 同时呢 他们有双方 自我暴露的又很多 就这儿子和儿媳妇 之间的一些矛盾啊 一些情语啊 都暴露在公共婆婆面前 公共婆婆呢 又对他们这个小家庭 介入的又非常非常的深 所以他们家 其实就是特别 普通的家庭矛盾 但是被他们演绎的 我觉得有点像 叠战片一样 听这个家庭的故事 感觉 他们距离感 没有控制好 但是原来有一点 我们要把握 这个孩子是谁的 把责任去交给 孩子的父母 而不是自己大包 大懒 所以我想 请更多的老人们 把今天这样的一个案例呢 也在您的家庭中 做一个分析和思考 对 您越线了吗 而年轻的父母 您是不是也没有承担 起做父母的责任呢 很久很久 没有这么纠结 是因为 奶奶在 欺负孩子的善良了 如果说这个事情 仅仅凭 法律关系 我相信这个孩子 可以分分钟带走 所以说 在这样一个事实面前 之所以这么纠结 就是我们每一个人 都心存一份善良 真实的去做一个节目 他真的是需要付出 智慧劳动 辛苦 耐心 耐力 甚至是涵养 所以 今天 对我 没有涵养的这一瞬间呢 确实向观众 说一声对不起 但同时我也希望 如果你们家庭 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 一定弄清楚 你们的这样的一种博弈 其实摧残的 只有一个人 就是那个孩子 而且我 就是觉得 这是一个社会话题啊 今天这一代人 尤其是8090后 可能有的时候 习惯于让老人带孩子 甚至有些人认为 这是天经地义的 我倒觉得 中国的老人啊 我觉得您应该有 您自己的生活 孩子需要帮助的时候 咱不能袖手旁观 该帮咱帮吧 但是呢 差不多的时候 该撤咱就得撤 通过这样的一个案例 我想任何事情 都有两个方面 那么您预期 把时间和精力投赛 抱怨公婆 或者说自己父母 没有帮您带孩子 不如说 把这个时间和精力 用在自己孩子身上 让孩子健康快的成长 您掌握一些教育学 心理学的方法 孩子将来更可能健康快乐 好 那我们现在来看一看 我们两个观察室里的情况如何了 特别希望他们的今天 最后能够和解 在观察室中 两位老人终于答应 把孩子还给儿子和其儿媳抚养 但是同时也提出了三个条件 第一 其儿媳不能把孙子带到自己老家抚养 第二 儿子要承担起他们的赡养义务 第三 要儿子赶紧把开公司 跟自己亲戚界的十万元外债还清 带着这三个条件 霍律师来到了另一个观察室 而马女士和张先生 很爽快的答应了这三个条件 因为他们的目的只有一个 那就是带走自己的儿子 其实 在这场夺子的战役中 他们当中没有胜利者 因为这样的战役 摧残的只有孩子 我们希望马女士和张先生 带走孩子以后 能好好地爱孩子 疼孩子 弥补当初自己缺失的那份亲情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